各位好,欢迎来到开放原始码专案协作的讲座 在我们今天的讲座我想来跟大家谈 我们最近的一些相关的专案 那就像大家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 其实建立这些专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就在于说因为现在的开放原始码专案的分工非常明确 那其实远远不是单纯说你有兴趣你想贡献 其实就可以做了 那这个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工的年代 有非常多议题你应该要了解的 然后当然也不代表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么多议题 才能够开始做贡献 我想大家不要误会这件事 就跟任何领域都一样 一旦这个领域迈向成熟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相关的议题 就像在也许在2000年前 2000年以前的盖房子也许不是太复杂的事情 但是显然的在今天我们盖房子 就有非常多议题要顾虑到 要有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证照 执照 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分工 然后这些责任归属保险的议题 那当然这些涉及到资产了 好那总之就是说呢 像这些议题呢 都是迈向成熟你都会遇到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资讯科技呢 其实就是走向成熟呢 毕竟的过程 那开放原始码呢 这个词是从1998年出现的 但是实际上人类的软体 尤其是原始城市码可以做分享 这件事呢 其实是更早之前 大概是从50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风格 只是说呢 1998年 Open Source成为一个 成为注册商标 好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呢 1980年代 Richard Storman博士 创立这个自由软体基金会 好那其实就是把 之前这种分享的这种氛围 然后把它进一步呢 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好但是我们在21世纪呢 显然遇到的状况就截然是 截然不同了 那这个很多艺术都非常的 非常的专业 好 然后那我们就希望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相对比较小的专 然后引导大家来做参与 那这些小的专呢 也许它就是一个 课堂作业等级的 或者说呢 一个上班族用下班的时间 可以投入的 所谓的这种Sype Project 我想我们就建立这样一个专 然后呢 这个专业呢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提高 这个专的能见度 那么稍后会跟大家讲的 我们的采取的这个策略 好 那当然呢 除了这种从小变到大的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挑战 一开始就是非常庞大的专 比方说Linus Linus核心 注意到Linus核心 其实不是全世界最大的 Open Source的专 比Linus核心 比Linus 还大的专 其实还有好几项 但是Linus核心 无疑是最知名的 这个开放原始码的专 那如果说你要贡献 程式码到Linus核心呢 那你就要想清楚你怎么切入 那我们在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谈 就是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呢 我们尝试你定一些策略去切入 好 那最后呢 就希望说呢 大家这个 不是最后 在大家这个动手之前呢 其实要想清楚 就是 你投入 这些开放原始码的 专案的 动机是什么 那你可能动机是觉得说 自己的简历太 太太 空白处太多了 好 这是可能是一个 但我想呢 就是不要为了这个 塞满履地 而做很多这种 虚工 这也不好 那其实我想 这个 Open Source 至少对我来说呢 它就是 对我来说 有三大 三大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 把我想做的事情 真的有一个管道 我做出来之后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所谓的分享呢 不仅仅是要分享给非常多人 也许是分享给未来的我 有时候呢 我就是 尤其在写教材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发现说 原来我在二十年前我做了什么事 甚至我在二十几年前做了什么事 那这些过去呢 如果没有开放原始码的话 我过去做的事情 我很可能只能 从我这个过去的资料备份 里面去下手 我才会把他找得到 但是呢 因为开放原始码呢 把我过去都做的这些程式码贡献保留下来 所以呢 我可能就是 比方说阅读某一个专案的时候 突然发现 哦原来这个专案我已经贡献过 好 那我做了什么事 好 所以这个我可以 藉由开放原始码的形式呢 我就可以回顾 好 我做的 做的 做的事情 好 那做 就是 那当然 除了分享给未来自己以外呢 当然就是身边的 如果 身边的人 或者说 不管是我认识的 或不认识的人 那因为这件事可以收益 那是很好 好 所以第一个 好 就分享 那第二个呢 就是 专业 就是 你的要 你的专业要被看得到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 并不是说 把你的 专案放在GitHub上 就会有人看 哦 呃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然后 所以呢 你的专要 你的专业要被人看得到 其实你需要一个舞台 那开放原始码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好 但是注意到 绝对不是放在GitHub上 就会被人家看到 好 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 不要 不要说 你的专案很难被看到 我自己写的专案 我有时候都找不到 我自己写的专案 然后 那 所以呢 我今天讲的开放原始码呢 它其实不是说 把程式码抛出来 然后 然后就不管 就所谓的这种 Stand up and forget 好 并不是这种策略啊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 呃 消极的做法 其实呢 你必须要去 呃 甚至要去推广 好 你甚至要去把你自己的成果 融入到 其他既有的这种基础之上 好 或者说呢 你需要搭配一些 呃 活动啊 好 就是不管这种行销活动啦 研讨会啦 好 学术论文啊 好 好 那你其实需要 呃 把自己的成果 好 就是展展现出来 然后 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专业就围绕我在刚才讲的议题之上 好 对吧 就是见证专业的方式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讲 第一项是什么 就是分享 好 第二项就是 呃 见证各位的专业 好 那第三点呢 最第三点我认为的就是去跟不同的人合作 好 那我想呢 呃 各位所处的环境可能是在学校 可能是在公司行号 那你可能会有若干的人跟你合作 但是呢 这些人跟你合作的时候呢 可能呢 他的这个 呃 跟你有交集的地方 毕竟尤其说 呃 已经在上班的朋友就很清楚嘛 对吧 上班的话就是 我们要解决这种公司的 产品 然后公司的专案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会就会分工 那这个分工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有些议题 你是没办法钻得很细 好 比方说呢 你就是发现说 哦 这个 你发现有些效能问题 好 然后但是呢 以公司产品的角度 你发现其实已经够用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公司的主管 公司的专案经理 产品经理就跟你讲说 好 呃 这样的 这样就可以标示成第一版 然后或者说 哦 这个东西就可以标示成第二版 好 然后可以推 推成初心的 好 就可以交付到客户那边 好 或者可以上线了 好 但是你心里知道 这里面呢 有很多可以改建的地方 好 但是呢 因为在你所处的环境 然后不管是在做产品啊 或者做研究 往往往都会有这种状况 好 那如果说呢 你对这件事呢 绝对有点遗憾的话 没关系 好 借由开放严实码呢 你可以去探究 好 例如说呢 在 大概也是在20年前吧 好 20年前 我那时候做一款 跟手机有关的一个专案 好 然后 那个专案里面呢 就是 我那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Memocopy NEM CPY 这样的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函式呢 它在 执行的频率都是很高的 而且呢 在某些情境下呢 它的 可能CPU呢 可能会花 可能会有 将近40%的时间 都是用到Memocopy上 然后呢 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啊 就是我要怎么去 改进Memocopy的 那个 的那个性能 那 但是呢 因为当时的产品 已经 满足客户需求了 所以 我们事实上不该再投入 更多工程资源 在这个题材上面 因为毕竟 我们做产品要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 不能只是说 我的性能还要好 还要再好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当然都知道 一定要好还要再好 但是呢 这是还有前提 对不对 公司要确保有获利 公司要确保是我们的团队 可以这样 可以达到 预定的目标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才有办法在 才有办法在持续精进 好 那开放原始码呢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补足 好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 20年前刚好就 因为这件事 就很好奇说 其他的开发者 怎么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好 然后那时候呢 先是做Google搜寻 然后发现一些作案 好 那我就后来就发现 作案有趣 好 他们要解决问题 很有趣 我就干脆投身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案里面 好 那所以呢 这过程也让我获得一些很好的机会 就是可以去持续精进 好 当然你可能会说啊 这个这个白天工作都做不完 你晚上怎么还有空 好 这个是 注意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的这个 这个说真的 我也没办法给太多这种回应 因为就是很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怎么做Syper Project 但是说真的 每个人的面临的状况 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 我是先假设 你有办法做Syper Project的状况下 或者假设你是学生 注意到学生是没有Syper Project 这东西的 对学生来讲 其实生命中很大比重的时间 都是可以自己去支配的 好 那总之就说呢 我认为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开放约始码呢 的第三项 就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第三项 就是说 他可以跟不同专业的人 在特定主题合作 就是 当然你的合作呢 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应该是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你的同个单位 就是你们 尤其是 你受雇于他人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 一个承诺嘛 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 特定的专业的领域 香港讲 我想要去改进 机体的存取 我想要去改进这个 包含说 怎么运用这个组合园啊 运用 维处理器架构的特性 去改进特定的这个操作 好 那总之呢 这些东西呢 都很适合 作为的开放约始码 你去投入 那顾农你可以获得 因此获得一些好处 好 然后 我这边呢 想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这个主题 这个前面的这个 这个故事 好 那是这样 就是说呢 在 大约20年前吧 20年前呢 台湾那时候有一些 很有趣的社群 好 那其中有个叫 Debian Taiwan 好 那Debian Taiwan社群呢 就是 顾名师就是 有一套 Linus的这个 distribution呢 叫做Debian 好 那今天大家用的 这个Ubuntu呢 好 它其实就是从 这个Debian演化过来 好 那其实你应该说 这个Debian跟Ubuntu呢 它是平行的 好 但是呢 呃 呃 有很多套 Ubuntu的套件呢 是来自Debian 好 那这两个 呃 这两个 发行的系统 就是所谓distribution呢 其实它会 某个角度来讲 它会相互合作 好 好 然后Debian Taiwan呢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呢 20年前 当时有很多 呃 Linus有很多限制 然后我 我讲几个限制给各位 听 你可不可以觉得很 很 很荒谬 或者说 好像在讲谷 不过你就听听看 那个时代 其实 已经有中文输入法 中文字形 好 然后中文的印刷 然后或者是说排版 好 然后呃 网页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做最低限度的 处理 但是呢 一旦你要求品质的时候呢 对不起 品质就拉不上去了 好 比方说呢 在20年前呢 当时 好 这Linus的社群里面呢 其实呢 就有 呃 很漂亮的这个 呃 中文字形 好 就是 你可能知道就是 文顶 好 就是向量字形 好 向量字形 有意味着说 你可以像那个 呃 你可以 就是 呃 逐步的把一个字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好 那注意到过去呢 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 中文的字形呢 是 主要是采用这个点证字的 也就是bmap 好 那后来呢 这个 文顶科技呢 捐赠了四套 中文字形 给这个Linus的社群 这就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 二十年前的Linus的使用者社群呢 其实他就已经有中文字形了 但是我们很清楚嘛 其实只有四套中文字形呢 是不够的 好 于是呢 就会有人想一些办法 去去 呃 不管是 购买 就是 购买这个商业的这个字形 好 那购买的商业字形之后呢 买了商业字形之后呢 不然就不能用 哎 对 你没有听说啊 不是 今天我们探讨的东西不是open source 我们今天探讨是说 在Linus的基础之上 好 那有些人呢 去买了自行 好像我那时候就也是买了好几套 比方说海报自行之类的 就是做海报的啦 或者甚至有去买什么少女体啦 什么华康少女体这种 就写 手写风格的 好 然后呢 很不信心的方式呢 在二十年前的那时候 Linus上呢 他可能会无法正常显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呢 因为当时的软体呢欠缺的东西很多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 跟那个font configure 这个有很大观点 那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 少很多了 但是在二十年前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呢 因为呢 这个中文字体有非常多种 就是像刚才讲 稳顶的捐赠的四套 那你可能自己会再购买 额外的自行 像我那时候去买的金碟自行 然后 那当然这些自行 这些公式可能有些已经不见了 这个你没听过 是正常 没关系 然后 那因为呢 有些字体呢 它可能会欠缺 所以呢 就是它会有个所谓的fallback 就是说呢 比方说我 华康的自行 它比较完整 那我用了金碟 的自行呢 它用海报的字体呢 它不完整 那所以呢 如果它里面字不够的话呢 应该要退回去 用到的华康的字 但对不起 像当时呢 这个20年前的foneconfig呢 就专门来 顾名师就是管理这个 Linus上的字体 那当时呢 就有一些问题 英文字体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中文字体有很大很大问题 要不然就是什么呢 要不然就是呢 有些字呢 就过出了 那这个 设计到另外一个问题 叫Kinting 这个Kinting呢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 所以你要知道呢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呢 就是 我再给你看这个 像这个 这是这个日元自行 然后呢 这个 在那个年代呢 其实 就算呢 你 不管 你不是那种 open source 那种狂烈的支持者 就是非open source 不用的那种支持者 或者 就是你可能像我一样 是个 比较中用的人 像我自己会用商业软体 我自己开发商业软体 但是 商业软体的话 我要用我就会去买 然后呢 我刚刚讲了 我买了中文的字形 比方说像金蝶的字形 然后就发现说呢 这个 就是绘制出来的字 就是 在Windows上呢 绘制的状况是很好 但是在Windows上呢 对不起 画起来就是 玩安全不自动回事 就可能像画面中这样子 就是 有的粗 有的细 但是这个所谓的hinting 没做好 那就被个悲剧 然后变成画面一片黑的 你以为这样结束吧 然后呢 会有什么呢 有时候是对的 有时候是错的 总之呢 在20年前的这种问题有一大堆 所以那么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搞了一个很有趣的 我认为很有趣的计划 我们就发起一个叫做 梦幻软体计划 其实也没说多梦幻的 在20年前我们那时候的所谓的梦幻呢 就是做到现在你画面中看到这种样子 该是中文字就是中文字 该是做中文书法就中文书法显示 该印刷就印刷 该把网页存成一个档案 存成PDF档案就存了 所以它其实它不是什么梦幻的事情 它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已 但是这件事呢 其实它的代价比我们想象中很大 那你可以看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其实它现在已经开不起来了 就是你可能要那个 等一下 从那个备份的那个资料来看 那时候呢 就是我们就 其实就处理很多问题 像那个 像刚才讲的自行 自行情 最大自行是一个问题 自行最大问题就是说 能够自由流通的字 太少 只有当时讲的这个四套 稳定科技捐赠的字体 那其实那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你可以说 大概20年吧 20年时间 其实能够自由流通的这个 大概15年的时间 能够自由流通的中文字型 是很少的 那后来呢 像那个 Adobe跟那个Google 后来他们陆续捐赠 就是像那个 Notofonds 这些才有办法自由流通的 那我们刚才讲的 Font Config 就是所谓的这种自行引擎 那这些问题是很大的 就是 它的粗细 它的这个鞋体 就很多 很多问题 那输入法呢 也是一个超级大的问题 那你可能知道就是 你可能知道就是 我为了这个书法还搞一个叫新库音 然后 应该这个 那时候就是有这种提案 然后 那个时候呢 20年前又遇到那个 unicode的这个转换期 也就是说呢 在20年前呢 其实已经有这个unicode utfx的编码 但是呢 那时候呢 主要的一个中文的环境 可能还是用这个bigfi 然后所以呢 这就遇到一个要 编码系统的转换的问题 甚至我们那时候为了这件事呢 还要去发展一些程式 能够去猜测 比方说 依据一个档案的内容 猜测呢 它是什么编码 因为它没办法用这个 通用的utf8 就知道 utf8这个编码 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它可以让这个全世界 不管是中日韩月 甚至是 已经 已经 已经是少数民族了 是吧 像这个西夏 就是挡枪 挡枪的这个字 或者说这个契丹 契丹有分大字跟小字 然后或者说 在缅甸那些少数民族 因为他们还是有文字 那这个在unicode新的版本 它其实就可以 陆续的可以去显示 在处理这些字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20年前 刚好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开发这些输入法 开发这些环境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那当然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常识 比方什么 搜写辨识的常识之类 然后这个 迟疑的转换 你看到这个 其实我们20年前 就在做这些事 但是一直到今天 这件事还是很难做 然后或者说 像那个什么 像那个设定无线网路 你知道设定无线网路是什么东西 就是不是显示图示 跟你想说 这个讯号强跟弱 不要小看这些事 能够正确的去显示 那个讯号强跟弱 在20年前 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听起来很吊诡 对不对 你说 无线网路不就是 不就是开机了之后 然后看那个讯号强跟弱 然后决定开根关 注意到 在20年前不是这样的事情 20年前那件事 是很麻烦的 好 那总之呢 你那时候想得到的 像什么 BBS要上网 那时候PCMAN 它就开发一套叫PCMAN 就知道PCMAN它是一个人 但是也是它有软体的名字 这时候就要开发一套叫PCMANX X表示这个Cross Cross Playform 就跨平台 可以在Linus跟Windows上面执行 然后 即时通讯也是一样 就那时候呢 即时通讯软体 其实已经存在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来说 可能中文 中文输入法不支援 显示会有问题 或者说会有一些什么 相容性问题 诸如此类 就是反正 就是说呢 你看那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所谓的梦幻 其实目标很小 对不对 你看我们那时候 如此容易满足 也就是说呢 这些20年前 我们认为很梦幻的事情 就是各位今天在用的 今天各位不用特别花钱 你可以在 很一般的Linus 你装了Ubuntu Linux 或者装了 其他的 Linus的发现套件 其实你就可以想到这些成果 但是呢 在这个20年前呢 尽管这目标是如此的小 但是呢 其实真的也是很花时间 然后就是 最重要是要跟不同人沟通合作 那我们为了要安排这个 梦幻软体计划呢 我们有时候呢 就会 比方说我们每周 不见每周 就是一个月会有几周 这些阿宅会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聊天 然后聚在一起合作 开发城市 那时候呢 这个网路 其实比较难用 那时候网路当然可以上网 但是就是频宽起来 跟现在不一样 不是随便就 弄个直播就可以了 其实 像那种演讲的时候 我还是要找一个地方 特别去排个时间去演讲 但是那个时候的经验 给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启发 那当然 也是因为跟我合作的人都是 都跟我一样是年轻的 就是20年前 你想我那时候年纪是什么 也是20出头人 那20年前呢 我是20出头的人 20岁出头人 那跟着一群跟我年纪差不多 我们就开发这些小专人 那当然现在呢 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 其实可能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总是记得那时候的经验 不然说呢 我后来去学校教书呢 其实也是希望呢 把这个经验可以延续下去 我觉得开发什么软体 是一回事的 最关键的是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就是能不能开发一套软体 跟别人分享 那开发一套软体 变成你的专业 老实说呢 我开发这些软体呢 我不全然是为了要做什么 所谓的这些梦幻软体的 就是为了要什么利他 其实我不全然是为这件事 其实说真的 我也诚实告诉你 其实也是要出名 对不对 因为你找Linux就很容易找到我的名字 那尤其需要做Linux的公司 他就会找到我 甚至我后来认识我太太 也跟这件事有关 这个有机会 我在上课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这个后面的故事 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就是一个专业认定 然后最棒的地方就是说呢 因为这件事呢 也是认识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不见得是在台湾 因为像刚才讲的中文书法 我们中文书法也不是从无道理去写的 所以我们会跟日本啊 跟韩国啊 甚至跟荷兰 对你没有听错 你说荷兰的开发者 为什么他要跟我合作 开发中文书法 因为他想学中文 酷吧 一个荷兰人跟我讲说 他觉得学中文最简单 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开发中文书法 真是好棒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在我后来呢 去参 就是后来呢 其实我开始也是没有什么 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我只是觉得好玩 觉得这些人有趣而已 那直到呢 那时候我2012年嘛 2012年我去 去巴塞隆纳 西班牙巴塞隆纳 参加研讨会 然后呢 我那时候下他的那个饭店 跟 跟那个警察局呢 其实很近 就是我要下他的饭店 跟警察局呢 大概只有900公尺的距离而已 然后呢 很惨的地方是呢 我在巴塞隆纳 因为那时候你知道 2016年就是那个金融海啸之后嘛 就是那时候失业率很高 总之我就是在饭店前面 就是我拖着行李 要进饭店的时候呢 就是在那边被抢 然后终于身上什么资钱东西都被抢了 然后 有啦 我留一些东西啦 内衣库中东西还在啦 但是就是有用东西 手机啊 电脑啊 就不见了 然后呢 那时候呢 就很惨嘛 就是被抢嘛 然后那感谢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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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贸协会 就台湾的这个对外贸易协会 这个这个很 给我很多资助 然后呢 除了这个外贸协会给我的资助以外呢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opensource有用了 opensource有什么有用呢 好 因为呢 那时候就发现 呃 那个研讨会上面呢 好几个人名字我都看过 好 那我就那时候脸皮很厚 我就 我就跟 我就看到 那个 那个我认得那个名字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 呃 时机接触过 好 那我就把他 打招呼 我就说 哎呦 我是 我是Gym 然后就说 跟你开发过砖人 他就说 对 我用一下 然后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400美元 400欧元 类似这种 然后 那你看 这个就是出外靠朋友 然后呢 做opensource呢 有很棒 就是可以让你去认识朋友 那有一天呢 你就用得到 所以呢 这个 我大概那一次 靠着 这些朋友接济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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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欧 800欧元吧 800 还是1000欧元 我就忘记了 反正就是 他们大概接济我 呃 1000欧元 那我在这个 胜无分文的 的巴塞隆纳 胜无分文的 在巴塞隆纳 可以待了一周 好 然后 安全的回到台湾 好 然后 2015年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 CostCup 就宣布一件 呃 宣布一件小事 好 这小事是说呢 我就宣布说 我要 封麦了 好 那那时候 封麦是这样 好 就是那时候那个 歌手 江慧 二姐 那个江慧 宣布封麦 好 那时候获得 那个 就是 就是江慧说 他的人生的一些 主要的目标 已经达成了 好 那我那时候就想 我也 我也该 我也该 该高于段落 CostCup 从 呃 2006年 第一届开始 我就担任奖者 好 那过程中呢 其实我担任过 不只担任过奖者 好 呃 像那个 座谈会 就是 座谈人 或者 主持这个座谈 好 那我也担任过议程委员 我甚至担任过 赞助商 好 那总之呢 就是 对我来讲 这是很棒的经验 就是 呃 这十年 CostCup的前十年 我总共讲了十八场 而且每年都有讲 那我 2006年宣布封麦 就是说呢 呃 从此之后 我就不去 一个人去占 那个CostCup的议程 然后把这个机会 留给学生 好 那我想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你 做一个专案 好 或是你学一个东西 就该跟大家分享 好 那 呃 你可以是单纯的分享 好 或是 有一点目的的分享 好 比方说 欸 你想要有一点名气啦 好 或是 你想要 因为这件事 解释 呃 在业界 服务的人 我觉得都没关系 好 因为毕竟 呃 天底下很少的东西 是真正纯粹的 很多 很多事物都会有不同的面向 好 但不管怎样 这个发表 是少不了的事情 好 这个胡适 好 胡适说过呢 发表 是最好的记忆 好 那 我有时候就跟学生讲 呃 引述 对学生引述这句话 好 就是引述这个 胡适讲的这个 好 发表是最好的记忆 好 呃 尤其呢 像我现在就是 写程式的时间 其实比 以往少很多 好 像我 这个月 你看 呃 2024年 已经到了什么 已经到了 呃 一月已经过了一半了 好 但是说真的 我只有 大概三天吧 好 三天或是四天 有在写程式 好 那其他时间 也不是没写程式 但是就是说 呃 可能做call review 啦 还是写文件 啦 或是做报告 啦 或是 或去审查 好 相关的这个计划 好 所以 所以其实我真正 应该 我认为 认真写程式的时间 大概只有四天而已 好 那这个显然呢 在我20年前 绝对不是这样 好 就是20年前 一个月 如果有30天的话 那我应该有办法投入 可能20 25天的时间 好 好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 好 但是 但是呢 刚才提到这个 发表是最好的记忆 好 那就是一个 呃 我想这个就 很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好 就是 呃 就像刚才提到 好 呃 我在现在还有 可能会用到 好 我20年前 或者更早以前 开发的软体 好 或者就算没有办法 直接用到 但是可能在 找资料的时候 或者在 阅读程式码的时候 不小心发现 哦 原来我以前做过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在2014年到207年 好 就是交大志工的邀请 好 呃 邀请我去 去 呃 这个 系上 开门课 好 那这个课呢 就是 它算很特别的课 好 就是 我们想要把这个 我刚刚讲 就是我想要把这个 呃 以前做梦幻软体计划的 这个经验 把它延伸开来 变成一个 可以跟更多人合作 然后 当然我们把它包装成 大学课程 想要额外做别的事情 比方大学课程 要花很多力气 要干嘛 大学课程 要花很多力气 要评分 对吧 你知道 呃 学生在意 就是评分 但是呢 总是会有学的呢 除了评分以外呢 还会 关注到别的议题 那我们就跟 几位朋友一起开课 呃 除了我以外的话 有林丞下 然后他是讲这个 从法律 法政的角度去看 还有 庄庭瑞博士 中研的庄庭瑞 庄老师 好 那他就讲这个 呃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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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资料 开放政府这些议题 然后还有 那时候还有林旅强 那后来他去 那个 呃 他后来 主要在中国 中国发展 但是他 呃 之前 呃 之前还有 跟大家分享 他的那个经验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那时候呢 就是 呃 就是 有跟大家探讨这些 这些 开放原始码的生态 自由软体 开放原始码 它背后的这些 呃 思考的一些议题 有哪些雷同地方 哪些不同地方 有哪些独到的地方 有哪些像 授权的议题 好 那一直到今天 这些材料都是 呃 可以现场 现场存取的 好 那欢迎大家来 来参照 好 然后 那这 这过程中呢 也 我也是 也是 也是 自己也觉得 也是收很多 那也因为 开这门课呢 认识一些 不错的学生 好 然后 后来这个 呃 庄伟旧博士 好 他是 他是教大校友 然后他就是 他后来 他 建立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专案 他叫做原来是你 那原来是你 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庄伟旧博士呢 他其实你就想 他就是一个 呃 一个 你就想他就是 超级大的公司的 角的规模 去做open source 好 最后他本质上 他是一个 基金会 好 但是呢 他的规模大到 呃 也不是说媲美 好 他的规模大到 你可以把它当做 一个大的公司 好 他有不同的部门 会有不同的计划 好 而且他里面的这个 呃 结构呢 很有趣 好 就是说这个 基金会的结构里面 很有趣 好 就是像这个 呃 庄伟旧博士呢 他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介绍 好 他是他的任职的公司 是Cloudera 好 然后呢 他是apache hadoop的这个 专门管理委员会主席 好 所以他是 可以决定这个 啊 apache hadoop的这个发展 好 然后 他除了 除了做这个hadoop以外呢 他也做其他的 这个apache的专 好 这样的 odroom啊 hbase 啊 三门 这种 就是 就是 这就是apache soft foundation 旗下的open source专案 那些专案呢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 那注意到呢 他就 这个运作方式呢 就跟 呃 企业经营是很像的 除了 这些 这些参与的人 他可能彼此没有见到面 就除了见面比较少以外呢 其实 你就想 他就是一家公司 所以呢 他上面呢 就会有这种 呃 刚才讲的 就会有那种 呃 committee 就这种委员会啦 然后他会有了 这个tnc呢 去专门管理 这个专案的走向啊 专门的这个 呃 发展动态 好 然后 专与旧博士呢 因为在cloud data 还有这个 相关的这个 呃 专案呢 做得很好 他就希望呢 可以去来提息 提息这个 尤其是针对一些 呃 台湾年轻人 那 可能是在教生 可能是在工作的朋友 好 然后 那除了 就是 除了刚才讲这些 呃 专与旧的博士 他做的事情以外 因为后来呢 也的确呢 在这个 呃 Apache Sotheby Foundation 里面呢 有很多台湾人 那除了台湾人以外呢 还有一些华人朋友 然后这些华人朋友呢 其实都 呃 有很多的都很乐于助人 所以他愿意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 专与旧博士呢 做这个 原来是你这个活动呢 是非常好 就是带领学生呢 就是打世界杯 你看他标题写得非常好 然后他还有个podcast 就强烈建议大家去听看 就是讲这个 专与旧博士 他的这个 浪漫的想法 浪漫 但是是做得到 浪漫与务实的想法 那我也是 呃 跟庄维旧博士呢 交流了一阵子 好 那所以呢 我就跟他说 哦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伟丘兄 你就 呃 你就做这个 Apache Sotheby Foundation 的这个相关 好 因为他就要有人带 好 一个 就是要有人去带路 好 那我就来做这个底层 好 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 好 所以我就讲这个 林斯科诺 然后呢 呃 这个 有一个小故事 这样好 就是 我 首次呢 在成功大学授课呢 是在 2016年 然后 当初呢 我在2011年的时候 学校就是 开始跑一些流程 好 学校邀请我来 来回来 回来学校 呃 也有演讲 好 那是主要是 就后面就变讲课 好 然后呢 就要跑一些流程 好 那么呢 我那时候呢 在申请教职的时候 跑那流程的时候 就就写 就说 我预计 就是申请教职都要 写说 你预计开什么课 其实呢 我在20 因为我的故事比较复杂 这不占大家时间 跳过一些讲故事的结果 总之就是说呢 我的课算是2012年 2012年开课 但是我事实上 我申请教职是在2010年的年底 然后呢 2011年的时候呢 就是有 很多那种填表哥啦 还有一些 你懂吧 就是什么三级三审 那些审查 反正就很烦啦 好 那总之呢 就说呢 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我2011年就跟 学校 那还有提交到教育部嘛 就是提交说 我要开什么课 但是事实上呢 我到2019年 才真正开 令人核心这本课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令人核心这本课呢 其实需要很多病知识 然后当时评估呢 认为说 当时的成大学生呢 大概要当时的成大学生跟我 要能够开这个课呢 有很大很大的难度 所以我就决定的先开一些相关的课 甚至我在之前还开过一些比较 大家都不知道在开什么课 就是教学生写程式 反正学生欠什么就教什么 然后那从2009年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来开这个令人核心这本课 那开这个课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也开准备一些教材 准备一些方式可以让进行 那当然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感情空间 因为实在是太 这东西实在太能准备了 不要说在台湾 全世界教最新丽的核心技术的课 其实也没几个 有啦 但是就是非常少 而且那些课程呢 可能你想都不会想到 你说美国有没有开最新丽的课 还真没有 对不要怀疑 就是如果你去看美国名校 就是我把我听过的 那个前30名的名校 我都看了一轮 我还没有看到 就是专教令人核心最新的课 就是有教作丽的课 但是没有教最新令人核心的课 然后呢 在欧洲呢 有的学校 比方说波兰 在别人记住 波兰 波兰有一个老师 他很狂乐 他就真的教最新令人核心的课程 但那就很难教 就是他的那个 难度就很大 好 所以呢 这本课呢 其实说真的 他 我对我来讲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太多那个参照 因为呢 我不希望呢 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 令人核心的去教一个旧版的Linus 之所以不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学生 尤其来来到研究所 是来翻身的 我不排除你是为了兴趣 但是呢 我宁可 把这件事讲得更功利 更次第一点 我就说你是来翻身的 你想哦 如果你是为了要翻身 你去学Linus核心 那一旦呢 你在面试 在工作场合 被人家问说 哦 为什么你只懂10年前的Linus 不懂现在的Linus 对不对 那你翻身就很难翻 所以呢 有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悲剧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来研究所 来到这门课 是为了翻身 但是翻身呢 对不起 要翻呢 要从最难的开始翻 要从翻身 就要翻一个 相对新的素材 所以呢 这导致我们翻身的难度很高 但是呢 我想这是必要做的 如果我们不投入 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话 同学们永远没有机会 打进世界杯 你看 庄伟修博士 他在原来是你 他做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最新的技术 光去了解Open Source 是不够的 你就是要了解Open Source 的发展 然后投身其中 当然投身其中 当然是投入最新的 对不对 你不会投入一个 10年前 20年前的东西 对不对 不可能吧 好 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Linus核心呢 也因为这些 客观的考量 一些功利的考量 我们必须要交新的 这个就是 这个标榜 不是什么标新利益 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子做 因为不这样做 同学没有翻身的机会 这个是我开课 认为一个很严肃 但是非得克服不了的 非得克服不可的一个议题 那也不错的地方是说呢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超过10位学生了 它是程式码贡献的获得 Linus核心的收入 例如说 Linus Kernel 6.7 之前刚 就是刚 在最近刚发布 那这里面就是有 我们去年学生的 的成果在里面 那我想这也是 一直激励我 在学校开课的一个动机 好 那接着我们来 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这边讲的 我们这边讲的分享 那分享的不只是说 在GitHub上 或者是说 把你的程式码 整合到Linus Kernel以外 其实你需要一个 很好的一个沟通 就像前面讲的 现在很多开放原始码 其实它就是用 企业方法去经营 Apache Soft Foundation 它就是用企业方法 去经营 Open Source 那Linus Kernel呢 你可以把它想着 它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去经营 Linus Kernel 活跃的开发者呢 活跃就是每天都会开发 城市 每天都有动态的 大概是6000人 就是几乎每天都有 就大概6000人规模 那当然 实际投入的话 更多人 实际投入当然上万 然后 那这里面呢 其实呢 现在来讲的话 除了这种 用线上方式来 来做互动以外呢 其实有很多 每年Linus基金会 都安排很多活动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看 像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Linus基金会的网站 TheLinus Foundation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活动列表 那活动列表很多 这就是今年的 今年的活动 所以你看到 今年第一个活动呢 就是从那个 2月 2月底开始 Open Source Foreign Automotive Great Linus 就讲这个Linus 用在车用电池的 然后呢 用在什么 用在一些 网务通讯 Cloud Native的 然后 还有那个Kubernetes 还有那个什么 其实很多标题文 你们看都看不懂 然后这个Open Source 这个很小玩 就是 就是要取代 某一家公司 它释出的 就有一家公司呢 它过去呢 在开放原始码的 领域呢 算是很乐中 但是后来 它的软体呢 不再用开放原始码的 风格发布了 后来就 社群的开发者 就提出个替代品 就是Open Source 好 然后总之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Linus基金会 所以一年呢 有多少场活动呢 我上次数过了 是一年呢 大概就只有40场 40场活动 好 那这个40场活动呢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因为呢 有很多工程的员 有很多第一手的 这个就是开发者 会把第一手的消息 在上面发表 然后呢 那我们也是鼓励 学生投入 那你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2022年 那时候疫情呢 我们逐步放款的时候呢 我们就鼓励学生 去冲一把啦 所以你看呢 在这个 有在FORCE Asia FORCE Asia 是办在这个 就是 从那名字可以猜得出来 FORCE就是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自由 既开放原始码 那这个Asia呢 是讲的一个 它是办在新加坡 那就FORCE Asia呢 办了好几年了 我忘记它办的第几届了 但是应该办了十几届 那主要地点是在新加坡 那有 我记得有几年 有换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那你看 2022年就有三个同学 在新加坡发表这个成果 然后此外的话呢 这Linert基金会呢 每年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Open Source Summit 就是它这个四十场研讨会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 像Embedded Open Source Summit Open Source Summit North America 还有这个 Open Source Summit Europe 然后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是会有什么 就会办在这个拉丁美洲的 我也是看到这拉丁美洲超兴奋的 就哇 这个拉美耶 对不对 我看拉丁美洲 对呀 就是在那个 第一次办 办在拉丁美洲 好 然后总之就是说呢 你看 这就2020年 我们就鼓励学生了 就是去把这个研究发展成果 大方的展示给大家 那除了这个 丁美洲基金会以外呢 像这个Google会有个叫 Google Summer Code 那Google Summer Code呢 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尤其我觉得对台湾的学生来讲 因为你去那些 台湾知名的公司工作呢 你大概赚的钱 大概就是 可能台币大概8万吧 一个暑假 可能8万算很多了 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到8万的 就是8万算多了 但是呢 在那个Google Summer Code呢 大概你一个暑假 你大概可以赚到10万元 所以跟你去公司 行好工作的钱差不多 对不对 不要跟我说酒店 酒店是另外一位师 我讲的是 一般阿宅工程师 那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Google Summer Code呢 其实对台湾的学生来讲 其实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报酬 其实算不错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 是被看得到的 像你呢 你可能会去一些 很知名的公司啦 去工作 那公司工作的时候呢 可能公司也给你一个不错的待遇啦 让你很大的成长 但对不起 到最后呢 你不能把你做东西揭露出来 那其实这件事呢 对各位来讲的话 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不小的困扰 对吧 因为呢 你要跟别人说你很优秀 但是呢 公司说 这个不能讲 那个也不能讲 那或者说 这个要报 这个要报备 这个要报备 这个要写千层 然后这要做什么寝室 要做很多复杂的事情 Google Summer Code 几乎每件事都可以讲出来 好 例如呢 我们在2020年呢 我们有个学生 就是吴文伟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在这个FreeBSD的计划之下呢 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 做一个Wi-Fi的 Wi-Fi Protocol Stack的一个改进 好 然后呢 总之呢 就是说呢 这些个成果呢 他就大方的展现出来 也变成FreeBSD的一部分 然后最后呢 也在那个FreeBSD举办的研讨会发表 好 那他去年的时候呢 再接再厉 再接再厉呢 就是啊 在这个 Linus基金会举办的这个 Open Source Summit 去 讲相关的 就是他在2022年做的东西是FreeBSD 在2023年呢 是跟我一起来开发这个Linus上的这个 虚拟的Wi-Fi的这个DWi-Driver 好 然后 那其他同学的话也很有趣啦 像这个同学呢 他就之前就上课 那把上课的这个教材 把下课的作业整理一下 然后就变成讲题了 所以这个很酷吧 对不对 就是 所以其实 你也不见得说 一定要想个什么 我很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呢 这就是呼应我们讲的一个 呼应我们讲的一个策略 我的策略真的很简单 我们策略就是说呢 我们的 就选一些有潜力有特色的主题 然后呢 我们去建构 就是有些主题呢 他可能还不存在open source的专案 我们就去建立 或是说呢 有些主题呢 他的确是有些open source的专案 但是他做的不好 那做不好的怎样 路见不平 拿page来填 就再去改进 或是说呢 你就发现说呢 有些东西他就是 他不止完整都不够 甚至呢 就是过时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 另外一个专案去取代 既有的 当然 如果可以跟原本的专案合作 是最好的 但是你显然发现 这个开发者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然后 然后那个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种 去找这种有潜力有特色的主题 我们把它找出来 去建构 那不然就说呢 像这个 针对已经 有非常大规模 像Linus Kernel 或者说 Apache Sophie Foundation 旗下的那些open source专案 那我们就去用 投石问路 最后这为什么叫投石问路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其实你搞不清楚 开发者的倾向 有时候有的开发者 真的很 真的很难搞 好不然 就真的 有很多不同的顾虑 我举个例子 这是我实际上遇到的例子 我2015年的时候呢 我带我学生呢 去发 也是去发表我们的成果 我们发表一个小东西 这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2015年呢 我们就是 把这个Linus 移植到这个 微控制器上 就是我们把Linus 用在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MicroControl上面 然后呢 在这过程中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因为过去的Linus呢 主要的针对的标的 就是针对那些 Hawaii Architecture 是针对那个像 S86 Aum POW PC 那这些架构呢 往往他们都是有MNU 就是机体管理单元 但是呢 在MicroControl上面呢 就是这个 Cortex-M上面呢 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就必须 绘整一些Linus Kernel 上面已经有的Patch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 再去 再去整合 再改进 那所以呢 其实中间会有一些 一些技术问题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呢 我就 跟大家分享 我们中间遇到的困难啊 遇到一些问题啊 然后 反正就是 就是顺便做一点抱怨 抱怨说 抱怨说 Kernel开发者 怎么都不收入我们的贡献啊 很讨厌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没想到呢 这个里面有个听众 他就举手说 一个Honor 你可以去找他 Honor 就很到早 就是 他就是前十大的贡献者 来来来 Top 10 Linus Kernel Contributor Contributor 就是他是 Linus Kernel 前十大的这个贡献者 就是这个 我记错他名字啊 哎 哎 好了 不管 哎呦 当时啊 当时是前十大 你看这个排名很快耶 他排到哪里去的啊 那我看一下啊 早下给你 怕你觉得我在唬难 嗯 对啊 他跑去哪里啊 嗯 哎呀 这么快就被挤出去了 哎呀 这个这个 科罗世界真是好 好竞争啊 好了 不管 这个早上再跟大家讲 好 然后呢 总之就说呢 当时呢 他就是 他就是 主要就是 维护若干子系统 那所以我们在议程里面呢 就抱怨 抱怨说啊 这个开发者呢 都还没收入我的patch 我们很困扰啊 好 然后呢 那个 安德就说 啊好 我们这个我就收入 收入你的这个 收入你的patch 然后我们就 那个议程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坐下来讨论 然后当天 当天我们的那个patch 被收入了 那我想这就是 参加研讨会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 有时候呢 就会有那种 就是 其实也不是开发者 他没有 他不想理会你 对吧 他如果他都不想理会你 那你跟他想哦 刚刚讲那个maintainer 他如果不想理会我 他们就不会参加我们的议程 对吧 那显然他是 有印象的 所以他特别来参加我们的议程 但是 显然他可能有些 就是我们在表达上面 没有表达好 或者说 在整个上面一些疑虑 那的确呢 这就是 研讨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 所以呢 我这个 这件事呢 是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所以我就很希望 这种经验可以带给各位 而且呢 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 可以让大家可以 让大家可以从这个 呃 掌握各式各样的基础知识 掌握各式各样的这种实作 掌握各样实物的这个经验 然后一路呢 可以推向这个open source的社群 那说真的 我认为这样的高等教育就成功了 因为一旦你只要是open source的社群的成员之一 你就想 你自己写程式 每天会被成千上万人使用 你会不会想要认真的把你的程式写好 当然会 或者说呢 你即便呢 你的时间很有限 但是呢 你看到有很多人 他会跟你自谢 会很多人跟你说 你的软件很棒 只要再改进什么什么就更好了 对吧 你再忙还是会投入的 对吧 好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呢 这就是我希望 希望我们 我可以引导同学 做件事 当然这件事很辛苦了 就是真的很难了 对吧 你看我们开课 对吧 如果你有到成达上过课就知道 我们开课 第一堂课也是会一百多人 对吧 那你看 第一堂课 每年第一堂课都一百多人 那从2019年到今年 现在也是很多人 对吧 也是 你这样算算也是数百人 但是呢 你看 我说超过十位 就可能就十几位 这种规模 对吧 你看 数百人里面只有超过十位 所以意味着呢 其实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贡献 但没关系 你今天没办法贡献 那就明天贡献 明天没办法贡献 那就后天来贡献 后天没办法贡献 那就下周来贡献 好 我就是放在心上 记住 你就该跟这个世界 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 好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刚才提到 OpenSource 其实不是说 只是看说 你的技术很高干 然后就变成三八底 其实不是 其实它也是 有人地方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政治 有人地方就会有一个 社群结构 那你要去搞懂这些社群结构 那我们就是需要去联系 一些主持人 那很不错的地方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OpenSource专案的主持人 是台湾人 像刚才那个吴文伟同学 他在FreeBSD 他的那个mentor 就是他 指导他的那个 指导人 在FreeBSD的指导人 就是 许立文 他也是台湾人 他也是 家庭大学的校友 好 那总之就是说 你看 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 可以让这件事 有更好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不是只是忙碌的 像我二十几年前 我们那时候 做OpenSource 就是真的忙碌的 其实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 想那么多 我也没说 我也不会在PD上面问说 Linus Linus没有人 我身边没有人 会用Linus 怎么办 我要哭哭吗 好 我不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 因为我知道 不会有人理我的 然后我也不会问说 对不对 就不会 就基本上不会跑去 跟别人哭 因为 身边的人真的不知道 Linus干嘛 我也没指望 我身边的人会告诉我 但是呢 我的确呢 在OpenSource世界 遇到很多不错的朋友 不管是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接济我的人 或者说 介绍我很好工作的人 或者说 跟我分享一些 不同的一个 社会情势的人 比方说 跟我分享 在南韩最前线 就是 那我也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是在 他就是在军队 在南韩军队里面 但他用闲暇时间 投入OpenSource开发 那有遇到乌克兰 乌克兰的开发者 不是在前年 是在 其实在十年前 204年 就是 克里米亚的 冲突的时候 就那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要 他可能会离开一阵子 他在离开一阵子之前 他把那些权限 都 就好像在写 写一族一样 就是 这个什么 这个权限交给某人 他还特别写信给我 把他的key private key交给我 我那时候搞不懂 你怎么会把 把你的private key 交给一个 你连看都没看过的人 因为他担心他不会回来 总之就是说 我就希望 我们的开发模式 既然现在是一个高度分工年代 所以我们就该 用一个 企业经营的方式 针对这种企业经营的方式 我们要拟定一个策略 然后呢 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 就是 有很多人做open source 把他当作side project来做 那这也不是不能做 说实在我20年前 也是当side project来做 但是 现在规模 很复杂 太多太多了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 讲几个专案 你就可以感受到 即便是一个小的专案 他想的议题 也是很复杂的 更比如说像 Lins Kernel 或是 Apple Store Foundation 所以我这边来讲 尤其真的学校学生 我希望做的事情很简单 让你的头颅变成 学校的作业 你可以来修我开的课 你也可以把我开的课的作业 拿去找其他老师 比方说你修我的课 的同时 你也去修 就是修作业系统课 那你可以去找 作业系统的收课老师 显然那不是我 但是你可以找那收课老师 去谈 能不能把我的作业 因为我的作业是做作业系统 改进作业系统 可以把这门课的作业 当作另外门课的作业 作业系统课的作业 因为这门课够难 那当然有老师他可能谈不了 对不对 这件事你可以问我 但我希望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的头颅 就是我们经营课程的人 我们作为教育的人 应该让各位有更大的空间去探索 不管他是兴趣 不管是你要接受一个挑战 你都是要一个充分的时间 不是让你那边切来切去 对吧 如果你一天到 就像你高中的时候 一下是考英文 一下考数学 一下考郭文 所以你要切来切去 你总是怎么 就一直在 脑袋就一直在 就是在清理 一直在做这个cash flush 一直在做这个cash bouncing 其实你脑袋cash 一直在那边换来换去 一直在自换 其实这是很不健康的事情 好 最重要的 这件事我希望 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 我希望能够为大家做事情 那如果说你需要做必要的讨论谈判 注意这个谈判 因为你要跟你的指导教授 或者说跟其他老师 其他课程谈 那你可能需要我的协助 好 但不管这样 我相信这件事应该是做得了的 那之前已经有一个 有若干的一些案例 不然说我们等一下提到的专 有很多就是从课程专案 变成毕业专题 甚至变成研究所的论文 的主体 总之呢 我讲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希望你正视到呢 在这个年代呢 Open Source专案 它的复杂度已经非常高了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好 好对 顺带一提 忘记贴聊天室 忘记贴聊天室 就是我们有一个聊天室 聊天室在这 我们这边有个聊天室 忘记把网址贴出来 咱们在这个讲座进行过程中 各位可以存取这个 就是这个画面中有个网址 怕各位看不清楚 好 就是我们有个网址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网址呢 就可以联系到这个 就是可以留言 那如果我们等一下时间有许可的话呢 就回来 回头来看这个 回头来看这个 回头来看大家的议题 哎呀 这网记夹了 等一下 我等一下会把 也会把这个网址贴在那个 Facebook上 如果说你有报名 用Facebook报名的话 你会看到 好 好 好 那继续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我们今年 聚焦的开放有什么专案 好 那我们聚焦的这个专案呢 有有有有几种 有几种类型 好 就是我们聚焦的专案呢 可以把它区分成 虚拟机编音器 这是它这个类型 然后呢 再是Risk-Fi 我们是真的来做一个 Risk-Fi的处理器 好 然后再来是呢 我们会开发 我们已经有开发 若干的这个Linux核心的模组 好 那我们希望可以 继续延伸下去 那此外的话呢 此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 呃 建 在 EBPF 或者简称叫BPF 好 还有XDP 好 这是在Linux Kernel的一个 明星技术 好 在这个明星的技术 就是这种 呃 会让大家 可能会带来 大家一些很亮眼的成就 好 那刚才有讲过 尤其 各位要考虑到翻身 翻身就是要挑一些 呃 有杀伤力的 你不能说 拿10年前 20年前的common sense 来翻身 这是不够的 对吗 尤其呢 如果你读了学校呢 这个这个强度不够的话 哦 你知道什么叫强度吗 哎呀 强度就是 你的毕业证数呢 量出来呢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量出毕业证数 拿到 拿到 拿到offer 如果你量出毕业证数 可以拿到offer 这就表示你的 毕业证数有强度 否则就没有 好 我们就不点名 哪些学校了 太多了 好 然后呢 但是不管怎样呢 呃 我希望呢 大家了解到 就是我们也 不要只是追逐 新的技术 毕竟新的技术 其实都是建构在什么 既有的这个基础之上 其实你需要 呃 很多 基础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这样 才有办法去 呃 在 运用新的技术 去解决各式各样新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此外的话呢 我们也有个切入方式 像Linus Kernel 这么庞大的专 我们怎么切入呢 我们挑一些 呃 很重要 但是很多开发者 没有注意到事情 好 例如说 我们终于会跟他解释 那个像Linus Kernel 有的一些排序演算法 之类的 这个排序 对不对 收听 对吧 这东西听起来 那样理所当然 对不对 很有趣 Linus Kernel里面呢 也有这个相关词词嘛 而且做了很多改进 但是怎样 但是呢 有趣就这样 地方就在于说 呃 还是存在一些改进空间 好 那这个 后续办案的时候 排程器啦 虚拟机器啦 其实也是风格 好 那就是 我们在今年要聚焦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跳对 跳出来 咦 这么奇怪 想一下 这样子 这就是东西吧 这就是东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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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還得不對 嗯 好 好我們繼續 那麼在休息之前呢 我們談到就是我們 今年鎖定的這些專人 剛才不是說我們今年只會做這些專人 也許中間會有遇到一些有趣的 有趣的議題 但就是說 這些就是跟 課程啊 研究 還有一些 呃 我要講什麼呢 叫 叫服務 就是我們有除了做教學 做研究 還有做一些服務 尤其是服務一些工部門 那服務工部門呢 特別做一些議題 好 然後呢我們再注意來看 好 那 首先呢是這個虛擬機器跟編譯器 好 那這個我會特別講的是因為其實我 呃 其實我 算是 參與open source第一個切入點 其實也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 我在二十幾年前呢 參與了這個全世界第一個開放原始碼的Java 虛擬機器的實作 那個叫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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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呢 而且呢尤其像這個JVM呢 這個議題呢 是很很敏感的 因為呢JVM其實在二十幾年前是可以賣很多錢的 給各位做參考 有一家在Stan Diego的一個公司 他就做Java的晶片 那他的產品就是Java的晶片 那他的估值呢 在二十幾年前的估值 可以估到 十個Million吧 就是可能八個Million或是十個Million完全那個數值 做Java的加速器 硬體加速器 所以他從他的公司做一項產品 就做Java的硬體加速器 然後他的估值可以到十個Million 然後美元的這個估值 那個很大的 不少的估值 就是開創 就只有一個產品 那當然後來呢也 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變成Stan Diego 你可能就認識了 但是他就不了了之了 或者說他就被一些大公司整病了 好 那總之呢就是 我的Open Source的起點 可以說是從這個咖啡開始 那如果你有看過一些早期的一些演講 或是早期的一些紀錄 有些內容基本在網上不好找 好 但如果說你可以看到 有那時候我就跟大家 可能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要有這個 Open Source的Java的實作 Java虛擬機器實作 好 那你可以說呢我 大概是1996、1997年 1996、1997年 開始在接觸虛擬機器打編譯器 那一直到今天 很有趣的就是 我今天還在做相關的研究 當然跟過去投入是不同的 過去就是這種 一頭熱的投入 沒完沒了對不對 就是這個 有空就 有空就埋在的其中 我那時候 印象很深刻就是 那時候 因為我就會寫成是寫到忘記 那我同學就是說 有同學就會提醒我 就說今天要期末考 我就說我知道了 然後我就去打我的電腦 等我同學考完期末考了 然後同學說 你怎麼那麼快就考完了 我忘記考試了 然後有同學就說 某某老師剛才在期末考的時候 叫班代特別跟我講 說什麼什麼 叫我去補考 然後我說 然後我又錯過補考了 所以你看 我錯過期末考又錯過補考 然後知道怎麼辦 知道在老師教成績的那一天 趕快去讀老師說 老師 我做的東西也是有點用的 類似這種話 跟他說給我一點分數 好 然後 就是說 那個時候就是很投入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時空背景不同了 那我們現在切入點是這樣 就是說 當時我們要 我說二十幾年前 我們那時候做的東西 就是要跟一個 既有的一個 proprietary software 專屬的 或是商業軟體 要能夠批底的 但是現在講話 其實我在 尤其在學校做研究 我們就要 我就針對一些小而美的 就是說 不見得要跟 非常 就是不見得一定要是 就是 跟誰抗衡 以前都會有這種想法 要跟誰抗衡 但是現在就是 做一些小而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RV32EMU專案開始 其實有很多這種小而美的風格 好 那我們快速跟大家介紹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在去年 去年我們 我們在Linux基金會舉辦的 這個OpenSoft Summit 有跟大家介紹過 先快速講過 來介紹 好 然後這個陳彥甫同學 是我指導的這個學生 好 那 預計今年會完成它的說實研究 好 然後 我們動機很簡單 就是想要建一個 很簡單的 小而美的一個 Risk-5的虛擬機器 好 那過程中呢 我們想要去 探討 要怎麼去加速 指令級模擬器的這個 的 的 的實作 好 那我們的切入方式就是 除了大家聽過這個 Just Intern Compiler以外 就是所謂的即時 即時編譯器以外 我們會花很多心力在 這個Interpreter 我們想要去改進我們的植一器 因為呢 Just Intern Compiler 雖然可以提升性能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代價是 你會花更長的 就更長的啟動時間 然後呢 你的記憶體開銷也會大 那我們希望可以去 克服這些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去想要展示 一個From Switch 就是從無到有 就真的是 不用特定的一些Generator 因為有些途徑呢 是用一些Generator 就是 表中你可能有聽過 Compiler 不是Virtual Machine的那種Generator 但是我們完全不用 我們就是一個 自幹的風格 然後呢 當初呢 做這個專案呢 其實目的也沒什麼 什麼了不起的目的 就是 因為我要開課 我要開課 叫Risk-Fi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 學習 怎麼寫一個模擬器 怎麼寫一個CPU 所以我練習Risk-Fi 就是為了要開課 所以寫一個Risk-Fi的模擬器 好 那Spike呢是Risk-Fi基金會的參考的始作 然後我們在各方面都超越那個 就是性能在各方面都超越那個Spike 不過這很正常 因為Spike本來就不是以性能為導向 好 那我們後來呢 就有能夠達到 就接近或是部分超越Cumet的性能 你可以看到 這是去年 去年我們就很接近 我們去年就說我們接近Cumet的效能 好 然後 現在的話在很多地方已經可以超越了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充分的去支援這個Risk-Fi三十五元的指定級 好 I的話就表示那個基礎的指定級 好 然後M呢就是乘法跟出法 好 A的話就是跟那些 作業系統同步有關的atomic instruction 好 然後 C的話就complexed instruction 然後F的表示那個負點數 好 然後這個這個實作很有趣的 但是它還有支援那個SDL輸出 所以你可以在 模擬器裡面執行一個遊戲 好 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可能會讓學生學 可能會讓學生好玩一點 好 好 所以就讓你看到畫面中看到 你可以去執行一些 懷舊 懷舊遊戲 Do Malcolm Quick 好 然後這些遊戲呢 在二十幾年前 好 那時候真的是對我來講 就是很高級的東西 好 我那時候很存多錢買電腦 也是為了跑這些遊戲 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這些遊戲可以 在模擬器裡面 好 執行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 就是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叫 我們稱為叫TIER TIER GID compilation 就是說 我們不會直接把這個 Riskify指定 轉成 S86的 然後或者ON的指定 我們不會 我們一開始會用質疑器 質疑器會找到一些性能的瓶頸 找到性能瓶頸之後 我們會有個叫TIER1的compiler 然後就是先趕快產生machine code 但是呢 不做太複雜的最佳化 好 然後一旦發現 我們一旦發現 城市性能的瓶頸的時候呢 好 然後我們再交有比較強的邊緣器 去做這個 做這種性能的 性能的這個 的改進 好 然後這個途徑呢 就像畫面中這個展示給大家看的 好 就是我一開始呢 會去從EF執行檔載入這個Riskify的程式 那載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去做很經典的decode 對不對 就instruming fetch decode 然後很經典的dispatch 然後呢 會有一個中間表示式叫IR 然後呢 之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大有學問 就是我們有一些最佳化策略 然後八人說剛才講的TIER compilation 就用得到 好 以下 呃 跳過一些細節 如果有細節的話 可以找我們這個議程 就是在 在這上面 這個 這議程呢 已經有錄影了 就你打開這個議程表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呃 陳彥甫同學的報告 好 然後 呃 在這過程中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 我們就去觀察喔 城市的行為 觀察裡面呢 AU佔多少啦 記憶體存取上多少啦 分支的指令佔多少 然後指令的總數又佔多少 那不同的城市呢 它的落差很大 從那個 呃百萬個指令 幾百萬個指令到 呃 到 呃 幾 幾十個Billion的指令都有 甚至還有TELA的指令 這都有可能會發生 好 好 那這個是初步 在Interpreter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剛剛講的 全面超越SPAC 這沒什麼特別的 本該如此 那這 所以真正特別的 是怎麼把這個TEL COMPLATION 加進來 那這個 TEL COMPLATION來講的話呢 你看到 在我們之前的數據 就很有趣 就是 欸 在某些側項的 就比CUMIL 賣很多 重軸是指令時間 讓它越短越好 那你看整體來講 是很指令CUMIL 這個在那個 上個月 好 然後 我們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還做一個 叫系統模擬 系統模擬就是 它不是只是能夠 執行一個 不需要依賴作業系統的 我們甚至可以執行一個 作業系統 那這邊 我們最有興趣的作業系統是什麼 就是Linus 所以呢 我可以在 X86上面的這個 電腦上面執行Linus 然後呢 再執行我們的 系統模擬器 我們叫CUMIL CUMIL呢 執行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載入Linus 另外一個Linus 然後呢 就像畫面中 給展示給它看 就真的可以去存取 然後呢 CUMIL呢 最終呢 會整合到這個RV32 EMU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發揮 剛剛講那個 GIT那些好處 好 那這個整個程式碼呢 還是控制著 這個規模 上個月規模還是7000行 那不過我們這個月規模比較大 我們這個月的規模 達到1000 抱歉 1萬行的規模 但是 主體的程式碼還是很小的 好 那來給大家看這個專案最近的一些 特別的地方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TIER TIER COMPILATION 好 那這個TIER COMPILATION的話呢 就是 你可以看我們這個GITHAB的描述 那這些描述可能比較隆長 好我們這就做一個重點提示 然後這個想法就是說呢 我們一開始呢 是用這個質疑器去執行 那質疑器呢 最大好處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延遲時間就短 對吧 那對比呢 如果是Qμ的話 Qμ的話就是因為它 它本質上它是 如果有DBT 就Diamine Binary Translation的話 它就不會有質疑器 也就是DBT GIT跟那個Interpreter 是二選一 但是呢 在我們的設計來講是兩者都會存在 也就是說呢 一般城市啟動的時候呢 是先用Interpreter 那一旦Interpreter偵測到 喔 偵測到回圈 我偵測到某些程式碼反覆的去執行 那我就趕快切換到 第一階段的 我們稱為叫Tier-1 Tier-1 compiler Tier-1 就是它的重點是它很快 然後 Tier-1跟Tier-2 compiler的速度呢 可以差到 可以差到50到100倍 主要這兩者的 Code generation的時間差很大 就可以50到100倍的落差 那Tier-1 compiler 就是趕快去產生這個程式碼 因為我們剛才偵測到 偵測到有一段程式碼 它可能會反覆的去執行 然後呢 Tier-1 compiler 產生程式碼呢 它會繼續怎麼 會去追蹤 追蹤說 發現這段程式碼太重要了 執行很多次 做不能用比較差的程式碼 因為Tier-1 compiler的重點 就是趕快產生程式碼 它就是Fast Co-Generation 程式碼產生快 但它品質是堪率的 沒關係 我們就交出厲害的 我們就拿LLVM 來做這個第二 第二集的改進 那第二集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最佳化了 當然 這個 能夠做很多最佳化 不代表說你都該做 為什麼 因為道理簡單 因為Co-Gen也是個成本 就是什麼 就是執行的時期才去產生的 所以我們要去取捨 就是只能選特定的策略 好 那這個是一個 之前做的一個實驗 那你只要看 藍色跟紅色的對比就好 藍色線呢 是Cumul 那紅色呢 是我們這個Tier Compil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然後呢 在我們來講的話 紅色線呢 其實都怎樣 都比 就是大部分的Case 都會比這個Cumul好 但某些Case呢 像這個Mini Z 跟這個Priance 這個就是 還有這個Bitfin 就是它沒有 它沒有比較好 好 那這個是初步的這個分析 好 那我們在最近的 又有一些突破了 最近又有一些突破 好 那這個新的機構 Approach One 就是上面那張圖 就是上面那張圖 裡面的紅色 就是我們要去搞懂 為什麼上面紅色那麼差 好 那所以我們 我們就改用一個Approach Two 就直接用 用那個LVN IR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做 做實驗的時候呢 其實偷懶 我們是 因為那時候還不想要直接用 LVN API 因為LVN API 其實LVN很強大 但是有個尷尬的地方是 它的C的API 沒有那麼完整 那所以我們也是 邊做邊觀望 然後可能有一些 潛在的一些問題 那總之 Approach One 就是 中間先產生C code 再交給Client去執行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可以趕快 可以很快的時間 去做Prototyping 對不對 趕快去開發這樣一個Tier Compilation 那確定就是彈性比較小 對不對 因為你會先產生C code 然後再處理 其實光是自傳 然後光是那些解析就會花時間 然後第二個途徑呢 就是畫面中的Approach Two 就是 直接把我們原本內部的表示 是轉成LVN IR 然後再交給LVN的GIT compiler 去做 那你可以告訴我 在Approach Two 大部分Case它會變好 對吧 那有些Case感性的比較顯著 但是某些狀況還是不好 那這個就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還有很多議題要去處理 所以這個後面就繼續 繼續做一些分析 可能就是我們要做一些RA 或什麼之類 還有進一步的探討 好 那總之就是說 我們的目標就很簡單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 我們在近期內 就是可以 就不是接近 就這樣我們上個月 因為我們要 就上個月我們這些結果 還沒有公佈 所以就是上個月我們 只跟大家講說我們是接近QMN 我們這個月以來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超越QMN的性能 而且重點是說 我們不只是要超越QMN的性能 我們要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那你會好奇特色在哪裡 這邊的特色就是 就是像這邊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這邊有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說呢 我們的記憶體開銷 那你可以看說我們在記憶體開銷來講 我們會比QMN會顯著差 會有顯著的差異 所以你看到像這邊來講 你看到這邊單位是byte 所以你看到在QMN來講的話 它的記憶體開銷已經用了什麼 在執行一個小程式已經用到 Megabyte 需要1Megabyte 去執行一個小的AES的程式 但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時座的控制在183byte 而且還是很穩定的 像QMN來講的話 它的程式記憶體開銷 就是有的大有的小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時座來講話 就是把它控制在一個 你可以看到說 100多K的一個記憶體開銷 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特色 所以可以總結 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發展一個什麼 發展一個媲美 或是超越 就是性能上可以超越QMN 但是在系統資源的開銷 可以小於QMN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它依舊是小而美 然後依舊有它的特色在 而且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有 編輯器最佳化的空間 就是不管是Tier1跟Tier2 就是Tier1分別做 或是它的在整合上 都有一些可以改進的部分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由於我們自己是從哪裡去開發 我們就想解決一些問題 在DBT DBT就是Dynamic Binary Translation DBT的情境 很多這種資訊安全的挑戰 由於我們是從無到尾去開發 這時候的好處就很顯然 如果說你要去改進QMN的安全漏洞 你可以去查CWCVE 其實已經有好幾項跟QMN有關的安全漏洞 然後我們現在 既然我們這個JIT compiler 扣掉那個Tier2 用到的LOVM不是自己開發的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我們自己開發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有機會去運用一些 進階的一些策略去強化 強化這個系統安全 例如在Intel的處理器上面 它有支援一個機制叫CFI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做分支的時候 比方說所謂的Indirect Branch 像這種Indirect Core 或是Function Core 這種Indirect Branch 然後它就可以做一些記號 然後這個記號 在處理器在執行的時候 就會去檢查這些記號是不是存在 比方說它不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它就是哪裡去哪裡回來 所以它會去做一些檢查 其實這個在常見的這樣Walgering 這種做機體檢測的框架其實都有類似技巧 只是說CFI的重點就在說 因為處理器本身已經提供的機制 所以你可以用較低的 執行時期的成本來達到 這個也是我們今年會想要去強化的 因為我們今年我們的性能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是接近 就是有贏有輸 但是你可以看到贏的層面會更大 就是我們贏面會越來越大 一旦我們的性能可以全面超越QMick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去強化它的安全 這個也是歡迎大家一起來研究這個議題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因為我們主打就是小額美 所以我們的小額美不只反映到程式碼上面 我們反映到機體上面 反映到機體上面的話 其實這裡面就需要很多相關的一些準備 像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嘗試 就是我們把一些既有研究加進來 其中有個既有的一個研究 是TLSF 當初它的需求是為了針對一些即時的系統 我們知道即時系統它不用快 就是real time跟real fast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real time講的是一個 它講的是throughput 就是單位時間內你可以做多少事 就是說單位時間內你可以做100件事 可以傳輸1MB 算你厲害對不對 可能不夠快 就是處理100MB 你也覺得很棒對不對 這是throughput 這是real fast 但是real fast的問題在什麼 它可能會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這不是我們要的 real time在意的地方是 Deterministic 就是說它是與生俱來的 比方說你的時間複雜度就是big old one 意味著說你的執行的時間也許會變動 對吧 你執行時間會因為會因為cash 會因為一些 因為一些系統的pipeline 因為系統的out order execution 這些議題導致你什麼 你執行時間它可能沒辦法 總是穩定的某一個時間 但是你的執行時間不會隨著你的輸入資料的量 而有什麼 而有顯著的年代變化 好 那這個就是deterministic 然後在TOSF做的事情 就是說它讓機體的配置跟釋放 可以做到什麼 常數時間複雜度 所以它不是執行時間是常數時間 是我們講的是複雜度 然後這個東西 我們過去也花了一點時間去投入 然後其實我每年 我開課都會這樣 就會指派一些同學去看這種話題 然後除了這個議題 其實在Linx坑筒裡面也存在 比方說在Linx坑筒過去有一個叫XVMalloc 後來就被換掉 換成其他的實作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 有很多議題 在Linx坑筒現在換成這個 ZXMalloc 我們在去年的話也有同學 專門去研究這方面題材 我們預計 我們等我們的性能提升上去之後 我們也要去能夠去改進 改進在這個 機體配置的表現 就是說我們除了要比QM快 而且我們希望我們的機體開銷 可以固定在一個範圍 那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虛擬機器上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模擬器上面 可以執行很多的Riskify程式 但是用更低的機體開銷 更低的系統資源去運作 然後我們希望這上面 也可以執行一個Linux的程式 像這種DBT 它可以分 跟DBT相對的另外一個東西叫SBT 就是靜態的二進 Binary Translation SBT你會想出它就像傳統編輯器 我有一個Input 然後會有一個Output Input可能是一個Riskify的程式 Output就變成什麼 變成Arm或是S86 就是你的平台的指令機 那是SBT 我們這個研究來講話 因為SBT說真的 不適合我們這種很小的研究團隊 我們研究團隊很少人 就1.5個人 學生算一個我算0.5個人 1.5個人這麼少的團隊 當然是很難做事的 所以我就放棄SBT這個題目 雖然SBT我也是做過一陣子 我以前也做過 但是我們學校前面講 來到學校之後 我就認清事實 有些東西就是適合在學校做的 我們就在學校做 不適合在學校做的話 我們就用別的資源來做 總之就說這裡面也是我們一個亮點 就是關於記憶體配置 此外有一個很酷的 因為我希望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是讓同學們會覺得有趣 所以我們前面已經有模擬 已經有提供DOOM跟QUAKE 就是經典的遊戲 讓大家可以去體驗以外 我們還讓大家可以玩馬力歐 你可以看到我們城市裡面 我們有模擬器 有任天堂 我們真的有提供個任天堂模擬器 任天堂的模擬器 我們就放在這裡面 然後 除了這種視覺的互動的程式以外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就是讓模擬器 可以藉由Web Assembly 執行在哪裡 執行在瀏覽器裡面 直接給大家看 來給大家欣賞 注意到我們現在這個是什麼 現在這個網頁對吧 我們現在打開我們的程式 現在要展示給大家看的程式是這樣 當然像畫面空空對不對 我們現在展示的程式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現在打開這個網頁 我們去下載程式 下載程式要一陣子 然後下載程式之後 我們就載入Quake Quake跟DOOM都有 以這個例子來講就是DOOM 更酷的那樣是什麼 它是有音效的 好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預備 趁機趕快喝水 你看喔這件是最酷的地方在哪裡 先把你拿過來 這件整件是最酷的地方 首先呢 在網頁瀏覽器裡面 你擺入一個執行一個BISC FINE的處理模擬器 然後這個模擬器呢 再把東西載進去 那輝瑞也可以這樣玩 好啦 你也可以自己看 不過我就想玩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學生 就真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 你看讓學生去做這種題目 就很酷吧 讓他 他就是讓他玩遊戲 而且遊戲要玩到什麼 很順 那你看 你就跟你說 為什麼載入要那麼久 他在想 要怎麼做才讓他載入不要那麼久 讓他跟孫上 對不對 畫面還不錯嘛 對不對 好就開始這樣 對 忘了問了 這個Dun跟Quake都要問你說 我滿了18歲美 因為在美國有一些 美國有一些 這個 Dun跟Quake都會導致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要特別問 18歲以上才能玩這個遊戲 我們現在沒有玩 只是畫面而已 好 然後呢 這個 呃 這就是我們一個嘗試 我們就希望讓這個東西變得很有趣 然後呢 呃 終極目標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呢 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呃 就是 變成 效率好 然後可以執行好玩的東西 對不對 可以執行這個任天堂的遊戲 可以跑這個Doom 跑這個Quake 然後可以用網頁就開起來 然後呢 呃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做一些很 我們還有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既然呢 Dun跟Quake都會跑了 對不對 欸那有沒有GPU 欸那想不想跑 跑 跑OpenG有跑那些3D的東西 想不想想啊 而且這邊有個東西叫VertIO 那VertIO是什麼東西呢 VertIO呢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虛擬機器 對吧 我們有那個Hyper-V Microsoft的Hyper-V VMware 然後Linux有KVM 然後駐車也有一大堆虛擬機器 對吧 那虛擬機器除了要模擬CPU以外 它要模擬機體 我講的機體是包含MNU 做Memory Translation 做Memory Protection 做Memory Management 對吧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還有那些Preflow 那這些Preflow 這些所謂的周邊呢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然後呢 為了要讓這些不同的虛擬機器呢 可以共用 共用一些Dequite Driver 那所以呢 這些公司呢 他們就合作 開發這個VertIO一系列的規格 那其中VertIO GPU呢 顧名思維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虛擬機器裡面 就可以存取到 HOST端的GPU資源 哦 你大概知道這個故事了吧 這故事是什麼 這個故事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這樣 我們就可以呢 只要把這VertIO GPU搞定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 在虛擬機器裡面 執行Linus 再藉由VertIO 存取到HOST端的GPU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後玩磁度 看到那些磁 然後OpenGEO的程式就可以運作了 對不對 酷吧 好 不過這個還在CodeReview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忙測試 幫忙想這個 幫忙 幫忙發現的問題 那此外的話呢 因為我們這個模擬器呢 是極簡主義 就是 像我們這個SIMU 一開始開發的時候 我第一次把Linus開起來的時候呢 只花了1000 還不到1000行 大概是700多行 就把Linus開起來 好 那後續加了很多程式碼 現在程式碼 現在程式碼多好 看一下 現在程式碼 其實也不多啦 SIMU是多好 SIMU現在是 現在程式碼規模呢 是 現在程式碼 2600 那還好 就是最初呢 是大概700行 那後來 對外發布的時候是1700 那後來就是 有一些貢獻者 貢獻程式碼 那現在程式碼規模 稍微複雜一點 然後 然後當然 就是極簡主義的好處就是 開發過程中 可以重新體會到不同的議題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有一件經典的議題 就像Cash 在很多模擬器 像Cumul這種模擬器 他都做完了 但是呢 在這個模擬器 有個很棒的地方是 目前還是欠缺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你去實作一個Cash 好好的把這個 好好發揮 你過去的所學的認知 這很酷的一個機會 然後呢目前為止 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歡迎來做 就是我們現在欠一個 強的Cash 好 然後 這邊呢是去年同學 去年同學寫的一些描述了 就說 他有一些怎麼建構系統 然後這個 怎麼去存取網路 對 我們的CMU是可以 可以看到聯網的 是可以讓你 透過Virt Ionet 去可以 從Gast 就是從模擬Risk File的環境 存取到後期段的網路 這是可以用的 酷吧 很有趣對不對 好 然後 那底下呢 就有同學之前 他去分析 去探討 他說怎麼去加新的套件 然後怎麼去修改程式碼 怎麼去修正問題 之類的 好 好 然後再是這個 呃 就是 呃 就要去西西 好 然後這個 呃 這個這個這個模擬器很有趣 好 這個模擬器呢 就是 其實是這樣 就是 四年前 那時候 我想要 又想要開編譯器的課 就我 其實我十年前 我開過編譯器的課 但是就是 因為我有些原因 就沒有開了 然後總之呢 就是四年前 我又想要來開 呃 編譯器的課 所以呢 我就寫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教材 那這個教材呢 就是 呃 叫做Sale Hosting 然後你看喔 為什麼這個 我們logo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什麼 欸有一個花對不對 我們是想要 有個比較女性化的 就是 最後就請那個網友 幫我製作這個logo 好 做得還不錯啊對不對 你看喔 女性化有個花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蛇 那你說這個蛇在幹嘛 蛇在咬他的尾巴 就是表示什麼 呃 表示他可以什麼 他可以編譯自己 可以咬自己 好 然後呢 反正就湊那個字母嘛 對不對 這是 呃 第一個用這個 女團 就是用什麼 女性的這個 女性樂團 命名的編譯器 這應該是 有史以來第一個 用女性樂團 命名的編譯器 好 好 就是像SHE致敬 你可能不知道SHE是誰 好 反正不管 總之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開始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小磚 但是沒想到呢 這個小小小磚呢 發生一個 一個 超乎想像的變卦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 一開始真的沒有打算做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一開始就是大概 大概2000多行的程式嘛 然後呢 沒想到就是 後來就有同學加入 就陸續有些同學 你看不知不覺 就有10個開發者 投入了 好 然後後來有同學加入之後呢 這個專案就變得越來越複雜 所以一開始呢 只支援那個 ON的架構 35AON 後來也支援那個 RISC-BY的架構 然後後來呢 我們C的Compiler C的Compiler Front End 就是那個 處理那些什麼 處理那些pre-processors 處理那些C的語法 那些 就大幅的改進 反正之前很多問題嘛 就改進 感謝這同學的 就幫我修好了 好 然後呢 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最近 大概這三個月 我們又做一個很酷的嘗試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想要把它變成一個 Ultimizing Compiler 那我們現在對標的就是 GCC的O1 BigO1那個 就第一個等級的最佳化 然後這件事呢 其實不是說 為了超越誰 注意到 我們自幹 不是為了 我們自幹這些系統的 不是為了超越誰 而是為了去體會 你看喔 你小時候 有去上過 上過什麼 畫畫課 游泳課 足球課 難道你是為了要成為球星 成為畫家 然後呢 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才去學這些東西啊 不是啊 對不對 你之所以學畫畫 姑且不論你是自願的 還是被迫的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 你唯有畫過才知道 喔原來別人畫一幅畫有多難 唯有你自己去游泳才知道 喔原來那個 白米 對不對 就是這什麼 500米的那個游泳 要穿越那個 日月潭有多難 對不對 你唯有自己親身做過 才知道多難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說呢 你常常聽到台灣人會有講 台灣人就網友很喜歡講一些 不相關的話 比方說聽到別人自甘就說 不要重新造輪子 倒不起來了 你因為每個人都跟你一樣要騎三輪車 的確如果每個人都騎三輪車的時候 沒有必要重新造輪子 我們今天不是耶 我們今天在做什麼事 我們就是要做跑車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什麼挑戰極限的 能夠在高山裡面可以運行的車 我們要能夠在水中爬 水中可以水路兩用的車 那輪子當然要特別造 那像我們在講話 做一個教育用途 我不可能把GCC LLVM這種 極為龐大專案 直接交給學生 這是沒有教育效果的 對不對 一定是拿一個規模相對小的東西 來給學生 但是呢也不能太簡陋 對不對 像我們這個專案 我就把現代編輯器 上個世紀九零代的SSA SINGLE STATIC ASSIMENT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STATIC SINGLE ASSIMENT 總之就是說 我們在現有的基礎下加入什麼 加入最佳化 而且讓它可以有接近Big O1的 最佳化的表現 所以我們過程中可以更理解什麼 編輯器最要怎麼做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然後之前這個專案 也在Hacknews 帶有空的話幫我們去打打星星 你知道怎麼打星嗎 見證會點 看到點的話就給它加一下 幫我們打打星 然後這個是一個 我想這個東西的重要在哪裡 就是增加一些曝光度 因為這個專案一開始 它就是一個教育性質的 或者一個展示性質的 但是沒想到就是陸續有一些人 認真的把它看 認真的看待 然後這個對我們學證人家講 一個很好的機會 當然 因為自己做的東西有人用 而且這是一個驗證自己所學的一個機會 像你以前的學什麼 學一個 離散數學會不會學DAG 對不對 怕有同學忘記DAG是什麼鬼 就是這樣 DAG 離散數學資料結構 會不會學過DAG 有項無環圖 你說DAG有什麼用 DAG呢 除了考試以外它大有用途 這三件加什麼 Compiler Optimization 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就這樣 離散數學對於編譯器是超級有用的 你看這個 DAG跟編譯器設計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 但是呢 就算你做一個編譯器 其實 沒人用還是很孤單 所以我們就藉由這個什麼 hacknews 藉由網路的手段 讓各位 讓同學做的東西 能夠被人用 而且這個專案一直到今天為止 應該是open source裡面 算少數 很有特色的 就是 我們做到autimizing compiler 我們做到self hosting 注意到有很多 我們看到網友的評論 有個網友評論還不錯 注意到別人講的 我只是摘路而已 就說 這句話真是鼓舞人心 這句話是什麼 他說 這個專案 比很多教育型的 或是玩具型的 這個 吸的編譯器還要什麼 還要完整 但他希望 我們可以做更完整 那不過就是一個希望 對不對 然後 但是就是一個 也是很好的鼓勵 對我來說 學生經歷過這件事 其實就可以了 就可以更了解 更了解自己 對技能掌握程度 好 好 最近進行的有關的專案是什麼 首先 因為這個專案 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的確有些問題 因為這個專案 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是這樣 我之前有做個東西 阿嬤西西 阿嬤西西是這樣 阿嬤西西就是說 淡水阿嬤 淡水 你知道這個故事吧 怕你不知道 淡水阿嬤 阿嬤西西 阿嬤西西 淡水 阿嬤 淡水阿嬤 好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 朱立倫 朱立倫先生 就是那時候他要選總統 但他選總統的時候 就一直東看西看 就是不知道要不要選 所以他就問 淡水阿嬤 就說 你要出來選舉 你要出來選總統 對不對 你不選的話 韓國瑜會出來選 不是 就是這個 淡水阿嬤 就是鼓舞了朱立倫先生 出來選總統 不過他 今年就變超盤手了 然後 我就給我很大的啟發 原來 淡水阿嬤 他可以讓 猶豫不決的人 遇事不決 量子力學 對吧 雖然那個 朱立倫教授 他學的是統計學 但是就是量子力學 我不知道他學的怎樣 所以他就猶豫不決 然後呢 就沒想到這個 淡水阿嬤可以鼓舞 那個 鼓舞朱立倫先生出來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 哇 這是不是可以鼓舞我們學生 一起來自幹編譯器 所以 所以我就收到他 鼓舞開發一個東西 就是 開發一個阿嬤西西 來跟淡水阿嬤致敬 然後 不過呢 阿嬤西西有個很大的問題 阿嬤西西的 好 給你看他的程式碼 就是 你看了程式碼 應該會吐血 就是 你想得到的很多東西 他 他 他都沒有 就是比方說 你想到那個像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如果去找那個 sauce code 找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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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 他有 但是呢 這個程式碼呢 就比你想像中 噁心很多對不對 然後呢 光是變數命名 就命的很奇怪對不對 更別說 更別說這種名字對不對 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很奇怪的名字對不對 什麼什麼 147 然後一堆mage number 總之呢 就是這個阿嬤西西呢 因為一些歷史緣故呢 他的程式碼長得很醜 對 不要懷疑 就是你看到這麼醜 就是長得很奇怪 然後你看 我們還會寫一大堆註解 對不對 哇這寫了很多註解 那底下程式碼你看看得懂吧 屁 怎麼看不懂 你看就寫了一大堆 一大堆東西 然後底下 這什麼鬼東西 不要小看這東西 這東西很神奇的 這個陳五 不要亂 這是大學問 對吧 總之阿嬤西西裡面 就一大堆很奇特的東西在裡面 好 然後呢 唉 總之呢 就是阿嬤西西呢 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急救張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 因為受淡水阿嬤的孤悟 就想要順應時事 朝一下這個 朝一下話題 好 然後總之就是說 那時候阿嬤西西呢 就是不是很好開發 好 所以後來呢 因為這個阿嬤西西的 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 我在設計這個專案的時候 就重新做 但是那時候做的時候呢 的確呢 是沒有寫好了 所以導致呢 導致呢 導致那時候一個很可怕的狀況 像這邊提到的 就是有 他可能 那個 Lex跟Yak 不是 Lex跟Parser 就佔了 大概300行的規模 對面懷疑 而且裡面很多程式法很亂 很雜亂不堪 那甚至沒有一個好的 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抽象律法術 這種東西 對 它不存在 就是反正一個 就是有點像說 這個專案就是把阿嬤西西 把它改成比較 沒那麼奇怪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好的規劃 因為當初最主要真的是 只是來說明 一個 self hosting 怎麼寫 然後呢 那 但是不錯的地方是什麼 後來就有同學繼續投入 那這個同學呢 很棒的地方是呢 他有開發過這個V的V語言 有一個程式語言叫V V語言的這個編輯器 所以他就自告奮勇來投入這個專案 那他最近呢 也在改進這個我們這個 改進我們這個 旭西西的這個 旭西西或是SHE 聽起來厲害對不對 SHE 第一個以 女性 女性樂手 女性歌手 天團的那個 命名的那個編輯器 然後那個我們這個CCC呢 就是 最近就在改 改進他的那個 Parser 跟那個 Lexical Analyzer 就是主要是改進這個 西方N 此外呢 最近呢還會做 就是剛才提到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 GCC Big O1 的等級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會去 我們現在已經有做了基本的這個 Regist Elocation 那我們後面會繼續做的就是 Constant Folding 然後 Constant Publication 還有DCE DCE在目前程式碼已經有整合了 那我有個講座呢 叫做你鎖不到西元 你鎖不到西元編輯器最佳化 你鎖不到西元 好 那我在 你鎖不到西元的講座裡面呢 就有一個部分呢 就講這個編輯器 和最佳原理 那你可以對照來看 然後 那我 我當初開發這個編輯器也是為了說 做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可以來更新我的教材 好 因為畢竟我的教材 很久沒有更新了 好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細細細的部分 喔 剛剛有同學問到這個 這個我們的直播影片都會流存的 那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就會看到那個之後的那個內容 好 然後 這個同學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遇到的都是有一定規模 要怎麼切入 這東西太重要了 好 直接來回答你的問題 好 那我們呢 終究會遇到 Linus Kernel這種東西 Linus Kernel現在的規模 已經將近三千萬行了 這個很可怕的規模 將近三千萬行 就是 兩萬八千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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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數字 就是 兩萬八千跟三千萬 是差很 兩萬八千萬 兩萬 好難唸喔 兩千八百 我講錯了 兩千八百萬 兩千八百萬跟三千萬 還是很大差別的 但是就是 我們不經距的講 因為這真的數字很大 因為說真的 不要說 不要說三千萬行啦 其實三千行的程式碼 你要認真看都很難的 對不對 像阿瑪西西 阿瑪西西 他還不到三千行 但是很難懂 那西西西西呢 好一點 就是西西西呢 他的程式碼規模看起來 雖然比較大 好讀多了 但是關鍵程式碼 像剛才講的那些PASS 那些程式碼 對不起 也是還是很難懂 所以呢 在這個狀況下呢 其實我想這是大家 共同問題 因為你有興趣的東西 一定是有規模 才會吸引你要注意 如果他是小不垃圾說真的 他沒辦法吸引你的興趣 所以你有興趣的東西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很有規模的資料庫啦 很有規模的遊戲引擎啊 很有規模的網路功能啊 很有規模的網頁瀏覽器啦 所以 所以呢 你有那個心去貢獻 這很好 但是呢 在你教習熱情之前呢 就要想 我要怎麼切入 你需要一個什麼 策略 注意到策略 還記得吧 剛剛講這個策略 好 所以呢 我們的策略呢 就要想清楚 首先你要去想啊 你自己 有什麼東西是拿手的 好 像我自己呢 我就認為說呢 有些東西 如果是Know 有些東西我就拿手 比方說 分析程式碼品質啊 或者說 有一些可能是跟虛擬化的 或是跟一些 性能有關的東西 這就是我有 我拿手的 所以我 從我拿手的地方去切入 好 但是呢 畢竟呢 林斯克朗那麼龐大的東西 三千萬行 每個地方都有什麼性能問題啊 什麼鬼 這個東西 不是說 不是說 你過去有改過 改進過什麼 別的專案 然後林斯克朗就可以這樣 一氧化活動改進 不見得 好吧 天天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你就 需要把範圍再縮小 好 像這幾年呢 大概這兩年內 這兩年內 我的想法就 就把範圍再縮得更窄 我當初呢 在閱讀林斯克朗的程式碼的時候呢 就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 什麼有趣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呢 我當初在閱讀林斯克朗的時候呢 就發現說呢 林斯克朗有些程式碼呢 就是非常的藝術 藝術 好 這邊藝術是什麼意思啊 好 這個 就是 像這段程式碼 這 這不是程式碼 這是CamiLog對不對 你看到嗎 這是2019年的CamiLog 然後呢 他在改進什麼 他在改進list sort 從名字大家猜出來 他是針對link list 針對鏈結串列 做排序 然後呢 這段程式 這不是程式碼 這個CamiLog 就是CamiMessage 跟你講什麼呢 他去做一些數學分析 對不對 我就發現什麼 數學分析 然後他跟你講什麼呢 他就跟你說 他讀了什麼 他讀了哪篇論文 對不對 他這邊呢 就讀了一篇論文 兩篇論文 三篇論文 好 那我就發現呢 這就很有趣啊 注意到 大部分Linus kernel的CamiMessage 不會寫這樣 有的會寫很長 但是很少會有那個引經句點 還要讀完三篇論文 這種事情很少見的 就是很少 很少 其實不多 不是不多 就非常少 但這引起我的興趣是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你認真把這篇 這個CamiMessage提到的 底下三篇論文讀完之後呢 你就發現說 其實這段程式碼 又有改進空間 對 再講一次 就是這一個詞作呢 它是很了不起的 它的定性 定量的分析的什麼 分析的目前 就是目前那個linklist 如果要做排序 的時候呢 它有一些什麼效率的議題 那有什麼策略去做 在過往很多詞作呢 是top-down的 然後它現在引入一個方式是button-up的一個排序 那如果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沒關係 這底下有一些說明 叫button-up的hip salt 這有些 有些數學分析 那就是 像每學期我都很認真 就 抱歉 每學期我都會很認真看學生的名單 抱歉我沒有教學很認真 看名單會很認真 就看到數學系跟物理系的同學 我都很興奮 就說 我們太需要你了同學 那同學說 老師 我林斯克朗不強 就是因為你林斯克朗不強 所以我要特別要你 你說 為什麼要我 來讀論文 讀論文可以 懂林斯克朗 可以 來來來 怕你不知道我講講什麼鳥 怕你以為我在講幹話 來來給你欣賞 你看 姑且不看這個數字 我們來看程式碼 接著來看程式碼 接著看程式碼 你看 這個程式碼有確定在哪裡了 因為程式碼有確定就是 你看他改的地方 你看這一次 你看 這邊的篇幅 KamiMeshi的篇幅 現在開始數 這是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KamiMeshi有四頁 但是呢 程式碼修改有幾頁 各位去數 第一頁 一二三四五 KamiMeshi有四頁 程式碼修改有五頁 然後呢五頁裡面呢 有一頁是什麼 有一頁就是註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可愛的註解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註解呢 你說我卷那麼快看不完 放心 你認真看也可能 沒辦法在五分鐘內看懂 注意到這不是 這不是對你的親視啊 對吧 就是現在東西就這麼難 但是呢 這有趣的地方就在哪裡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呢 像這種程式呢 在Linderskno很少見 大部分Linderskno呢 程式不會這麼引經據典 這麼講究 意味著什麼 其實呢 Linderskno裡面呢 就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有改進的空間 所以呢 如果說你是學這個 數學背景 物理很難講的 但是如果說你數理 自認說理論很強的 你要怎麼知道理論很強 你就看這一篇 看這邊如果你可以看的 你如果說十五分鐘內可以看完的話 告訴我 就是表示說你夠格了 好 所以其實呢 有很多研究 它其實是怎樣 是沒有用在Linderskno這種環境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 很可惜的地方 像這篇論文呢 它其實存在了超過二十年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也是最近 你看 最近2019年 才陸續整合到Linderskno 但是裡面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好 所以你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就是切入點 如果你對演算分析 你對性能分析 你對這些 這些什麼 這些 你對這種 相關的素材 有一定認知 你就該把這東西 當作你的切入點 好 所以這回答我剛剛同學講的 就是 你自己一定有一個東西 是有勝算的 好 然後呢 千萬不要盲目的去看sauce code 像剛剛這個東西 來 我把這個commit貼給你 這個 這個commit 這個 這個commit啊 說真的 你盲目的去看程式碼 真的還不如去看 看上面講的論文 那論文雖然有三篇 對不對 但是呢其實 等一下 我查給大家看 說真的 你盲目的去看程式碼呢 才是最花時間的 因為 你就是該把那些背景知搞懂 才知道這些修改有它的效益 因為說真的 他做的文件 遠大於什麼 他的文件的數量 就做文件的地方 遠大於程式碼的變更量 好 但是也 也因為這些變更量的存在呢 讓這個 呃 讓這個什麼 讓 linklist做排序呢 有改進的空間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就是一個切入點 這是旁 外人很 很容易忽略 就是畢竟 Linus kernel 雖然有90%的開發者 他是全職的 好 就來自intel 來自google 來自microsoft 來自md 啊 這些公司的開發者 好 全職的投入 這些站Linus kernel 占九成 但是呢 作為我們 我們做一個學生 做一個 學校人員啊 或是做一個 上班族啊 其實這個就是 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如果這方面你熟悉的話 那反過說 如果你這方面不熟悉的話 你就要去找下一個你熟悉的 對不對 或者說你 或是你願意熟悉的東西 所以這是 這是我們這兩年 我們就花一點時間來做了 然後最近呢 這是最近同學的貢獻 這個部分的貢獻已經被收入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分析什麼 分析在Linus kernel裡面做那個 在sorting裡面做keep sold的地方 就是說 在Linus kernel 就是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他在 2019年 又是這一位對不對 又是這一位 他一路什麼 他一路的keep sold 就是說呢 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他的sorting 他是 就是有用到這個keep sold 然後 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看他講的這句話 他就講的是他的 他就是時間複雜度分析 然後注意到我們時間複雜度分析 不是說這個big O而已 那注意到 他是小歐有沒有 他會有好幾個歐對不對 有大歐寫有小歐 然後呢 有 就是你要看有幾種馬 有 主要可以分成三種歐 如果忘記的話回去去查 回去查你的教科書 教科書 然後呢 這個呢就是什麼 就是2009年有這樣的一個修改 但你可以看後續呢 後續的修改呢 其實都不是這個地方 後續的修改呢 都是圍繞在什麼編譯器的警告訊息 或者什麼發現什麼寫錯字啊 或者說有些什麼方形的方形Polotype改的 所以你發現說呢 其實後面呢 你看這個就是修錯字嘛 注意到 請你不要以為這貢獻小就不要做了 物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你發現有路見不平 就該拿配曲來填 但你看到這幾年都怎樣 陸續都沒有這方面修改 所以呢 如果說你有辦法從什麼 從演算法去下手 當然不是憑空的 看了程式馬達就說 哎呦我有想法了 這個很難的吧 這其實你還是需要什麼 去順著這個脈絡 好那這邊就有個 最近這個同學他的修改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是有辦法節省50%的比較次數 來給他欣賞他的貢獻 亮眼的貢獻 你看 就是 有個表格 對 減少了50% 然後他有個表格 可愛的表格在哪裡 表格 哎呦 你的表格跑去哪裡 好啦 總之他也做一個表格 我忘記他貼在哪裡 好 就是 然後 所以注意到 這個就是切入點 所以 今天呢 已經有 已經大有規模的專案 其實就要想清楚 物以善小而不為 當然也有人專門做別的 另外一種貢獻方法 就是專門去看什麼有措置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這些事 其實這些事也不容易 這個措置也不是說你 要看就看得到的 這個沒那麼容易的 比方說呢 比方說呢 像去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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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就不小心在 在Linscone裡面發現大馬 欸欸欸欸欸欸欸 大馬好去哪裡 欸欸 好去哪裡 為什麼 為什麼 大馬沒有 欸 這不是去年嗎 欸 好 忘記了 馬 欸 找不到 啊 我知道 他的搜寻 真的不知道说 这个搜寻功能实在太费 难投 难投啦 算了 不早 总之就是说 去年有同 最近我就不小心在另一词课里面 发现 竟然有个人打错字 把一个很震惊的字打成大马 然后就有同学送了配取 这个很好 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因为光是你找到一个错字 然后去做修正 其实你花的时间 其实也不少 尤其你要适应kernel风格 Linuxkernel不是送个pro request就好了 我们在去年也做类似的尝试 像在Linuxkernel里面 有一段程式码 就是做beat ups beat ups就是讲的 Be-wise operation 这些程式码有很多东西 都是大量重复的 像这个FFS FFS就是Find the first set 然后你看这段程式码 先不快速看它的内容 先不快演算法 你看什么3,2,16,8,4,2 然后就是这种风格 你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像这个 然后它有个bealing的 再看另外一个 FFS 然后你看 对吧 就会发现说 有几段程式码 它就会长得很像 或说像这个FLS 它就会有刚刚那个风格 16,8,4,2 那你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 我们避免这些 很像的程式码 因为这些很像程式码 很容易造成维护上的困难 所以这边有个想法 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用一个generator 就是用一个聚集 去产生一个产生器 产生刚刚才那些聚集 或者让科农一些 重复出现程式码 或者是功能一样 但是名字不同的程式码 把它做修整 所以在去年 就有同学做了这样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很好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 人们很容易忽略 有加底线不加底线 它的index竟然会不一样 有加底线index是从0开始 没加底线index从1开始 天啊 这个就是什么 还有什么实作 跟例外情况 反正index从1开始 就是因为它是不同人写的 就会有这种状况 它不是故意要搞导弹的 或者是要搞鬼的 但是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改进空间的同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一样 物以善小不为 能终究是需要一个切入点 而且这切入点说真的 像这种切入点 很难会有 会有其他开发跟你在竞争 当然修同一门课的同学例外 就是像我们之前就会尝试叫大家去找 令课统里面哪里有值得改的地方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切入 然后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看程式码 因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贸然去看程式码 可能是很挫折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写一本书 对吧 你可能知道我在写一本书 在写什么 在写这个 关于这个 Kernel Schedule书这样 就你看 像这个 我写这本书就关于这个Linux CPU Schedule 其实CPU Schedule真的要看程式码呢 大概就是 大概 就总共相关的程式码大概两万八千行 两万七千行的规模 但是 那就是真正要看了大概就是一千多吧 一两千行的程式码 就是要了解 CPU Schedule关键程式码 大概就 可能就看两千行就够了 可是你看 为了两千行程式码 我竟然去写一本书 这本书进来 竟然是两百多页 可能之后规模还在提升 为什么 因为你就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 更多的背景知识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议题 那一样呢 就是 因为你要知道 就看现在程式码的规模都很庞大 所以这个 贸然看原始程码 真是很危险的 除非你已经很熟悉某个东西了 或是说 你已经 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了 所以最好是说 你 这也是为什么要做一个小的专人 你做小的专人去熟悉 对不对 熟悉说 我知道怎么去改进性能 我知道怎么去巩固安全的议题 我怎么去 或是减缓那些安全的资安的冲击 你唯有做过那些小东西 你才遇到大东西才有办法做 而不是贸然去看一个大东西 然后你只是四倍公半 错了你的锐气 然后再也不想再投入下去 好 然后这个是这个LIB目录 那我们今天也会做 也会继续做这个部分 那这个 但是你也可以先从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去锁定目标 因为这个部分 目前获得收入的地方还不多 我们之前在LIB目录下 其实做了不止这个 我之后还会再继续列出来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还有做额外的一些贡献 比方说去改进资算处理 不过就是 有很多配置就是 就算上了新闻 之前我还上过新闻 参与研讨会的嘛 参与研讨会 然后你看到某某开发者就堵他 对不对 说哎呦这个 我们上次送的page 你怎么要review 对不对 好 来继续看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讲过呢 我们这场课 就是我们 我设计的课程 其实考虑到同学翻身的问题 所以 所以我不会去教那个SV6 这个 我知道这个像 阳明交通大学呢 就是用SV6 这个其实是教这个OSDI 就做一种设计师 做很好的教材 这是非常好 其实我十年前呢 不止十年前 我应该说我在2011年 那时候学校 就是在申请教职的时候呢 我就在 在想要 要用SV6 但是呢 我到了成大之后呢 我跟一些业界啦 跟一些老师沟通之后呢 我知道一件事 因为业界人呢 你也知道嘛 业界人 就看不起这东西啊 对不对 他就说 那不就好棒棒 你做了一个MI 你改了MIT的城市 你不就好棒棒 你知道吗 业界的人 讲话就是 PH值就不一样了吧 就是说 哎呦 不就好棒棒 MIT的东西 你掌握度好高哦 你可不可以立刻开工呢 你说 那你就跟他说 MIT的东西 我都可以掌握了 MIT开发的作业系统 我既然可以在一个学习掌握 那贵公司的城市 我相信也可以在三个月 可以掌握 你如果很有自信 跟他讲这句话 就是说 可是我就是要你今天解义书 我就是要你今天加班来解问题 我就是你要你明天外派 去客户那边解问题 你没有 台湾业界最重要的东西 好 所以呢 哎呀 哎呀 所以呢 因应这种极占力呢 我们就不能这样教 对吧 其实呢 我们应该要从MIT那种教法 对吧 就做一个小的作业系统 让大家掌握一个东西 再去 让大家掌握一个小的作业系统 怎么开发 再去干嘛 再去学Linus 大家对不起 我们在台湾不能这样教 不然呢 没办法让同学翻身 注意到 我们教课是为了让同学翻身 所以呢 我们就要做很多 很刺利的东西 什么叫很刺利 你注意看 这个 这些关键字 什么video for Linux 自己找 自己找 什么 找那个 Quackon Clear 对不对 你就找人家工作 人家直接开什么 我就教什么 你说这是不是很功利 对 但是不给你功利 怎么办 不给你功利 就没有工作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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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什么需求 人家就是video for Linux 对不对 这是一个video for Linux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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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 不知道 我找不到 反正 反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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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锁定的东西 等一下 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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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你看 夸看网站有的 对 然后 这个 底下 职缺也有一些 这些 这些 有关内容 反正 这个 公司 要求 职缺要什么 我就教什么 这个 这就是 也不叫功利 这叫务实 对 对 这东西叫什么 叫实用 对 但是其实这样教吃 有点空虚的 因为就是 哎 就急着当同学 有个device driver 然后可以去交差 然后可以去 可以去 对吧 可以去因应这种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子 就是 我不去跟你讲 就是 就是 算我上课 你常常 如果你有听我实际上课 我就会 讲一些钱的事情 讲一些排名的事情 我讲这些事情 只是要提醒各位 你不能只有兴趣 光有兴趣是不够的 你在这年代 就是要 有办法 用 知识 武装自己 用自己的专业 获取一个舞台 否则呢 你就长租名山 你就自爽而已 你不会有机会 跟一流人共事 我想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总之 你要拿到那个offer 你要拿 尤其你是杂鱼 你自己认为是杂鱼 就是很好判断什么是杂鱼 很好判断什么是学店 对不对 看你的毕业证书 贴出来 有没有人offer 赏你offer 有没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你 如果你毕业证书贴出来 没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你 对不起 那就是学店 对不对 没有市场价值的毕业证书 但是也不要太难过 我们承担还是最好的学店 好 然后呢 像这几个 这就是很务实的 就是人家工作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开发什么 对不对 好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测试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呢 我们就也是从无道有去写 从无道有去写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因为我担任顾问的那几家公司 的东西我不能拿出来 这显然 然后呢 再来是呢 如果说你直接去改进博康 改进联发科 改进高通的城市 这个呢 难度很高 而且呢 可能人家也不当一回事 对不对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你从无道有去建构一个系统 然后逐步去改进 那你就可以完整的开发记录 然后也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 那这 在某些人呢 他可能会认为说还不错 注意到 这件事呢 有 你懂吗 就是你的学历 如果是那种杂鱼类型的 对不起 人家就是看不起你 你能做的不是来上这种课而已 就是你能做的是 还要额外的投入 那如果你需要知道哪些额外的投入 你跟我约时间告诉你 好 总之就说呢 你在台湾就真的要想清楚 就是要突破这些 这些 鄙视 他人鄙视眼光 然后那个 刻板印象 其实这很难 并不是 上了这么课就可以让你翻身 但是我希望这是让你翻身的一个过程 好 那总之就刚刚讲的 公司要什么 就什么 所以你看 在台湾来讲的话 有好几个职缺 有台湾好几家 IC设计公司 是需要video for linux 因为这东西各什么 跟影像处理 跟视讯装置 摄影机有关 然后在台湾也有好几家公司 对不对 像Liotech 联发客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 无线网路 所以这边来讲话 我们就开发一个无线网路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样 很实用的东西 然后在 你写履义表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就是 你会需要量化 你说 我们的履义表 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量化 我们这边都多多的是可以让你量化 这边你可以慢慢看 里面有一大堆可以让量化东西 对不对 现在如果你 如果你有参过我的课 你会发现我就会跟你讲一堆量化 为什么 因为你履义表上有东西可以写 从这个数字到这边 对不对 虽然你看不懂它在干嘛 对不对 哇 看到数字 哇 变强了 对不对 看到数字变大就就 哇 好棒棒 对不对 那你讲 哦 这个数字应该变快是什么 是因为VoQ 用了 用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是这种 然后呢 好 这个一样 这个就是有大量的数据让大家写 而且呢 这个东西有个很棒的地方 什么 它是一个网页 它不是浏览器 抱歉 伺服器 不是浏览器 我写什么鸟 伺服器 我怎么写到浏览器去 很奇怪 伺服器 然后呢 这个伺服器呢 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呢 因为它是完全运作在科农里面的 所以在过程中呢 你写程式的技巧就要很好 然后 因为你可以充分应用到系统的资源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很特别的实验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党案系统 这个党案系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因为呢 尤其你去面试的时候 哎呀 你知道呢 台湾的业界就喜欢这种 就 疑神弄鬼的 就很多 很多人会讲的一嘴好成事 然后呢 但是细节它都搞不清楚 然后呢 像这个 做这个党案系统 有个很棒的一个办法 就你可以对很多细节用 很大的掌握 这个东西呢 大概是2000行的一个实作 它就是从无到尾去写出一个 党案系统 然后这个党案系统呢 里面会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 像你看最近 最近有个同学很棒 他就是去解决一个老问题 这问题大概存在了 存在了超过半年 然后呢 你看 就是这个程式码 从到尾只要改这么一点点 对吧 你就从左边到右边 对吧 虽然你看 不见得懂得改什么 对吧 但是呢 光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光是解释 入控时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解决 然后花了那么多力气去说明 那怎么做测试 然后呢 在台湾业界呢 就常常会有这种 就是讲了嘴巴 一嘴好城市 然后对细节 掌握度很糟的 那这就是一个切入点 有请做个杂鱼的话呢 有些主管就 就没办法认真看你 他就说 哎呦 请问一手第一名 等于我们台大 一定要讲我们台大 你说 一手第一名 一手大学第一名 等于我们台大第几名 你认真回答呢 也不是 不认真回答也不是 对不对 你认真回答 为什么 你可能会觉得不甘心 对不对 你要说 我当初也是可以扛成大的 只是因为我 我为了我老家 我不敢 我不敢随便走 对不对 万一哪一天韩国又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不敢离开我的老家 所以我就留在一手大学 待在我的 所以我就算考上城大 我可以考上交大 但是 我就是这样 我就留在高雄 然后一手给我奖学金 人家听不下题 对不对 所以人家听的是什么 人家听的是一手第一名 有没有我们台大最后一名 人家想听的是这个 那你就不能正面回答他 你就跟人家讲什么 关于这个名次的对应 我实在说不准 毕竟我没有读过台大 但是我很清楚一件事 我现在做的东西 它是只有 比比比较少的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目前我在开发的 这个党案系统 我参与了Linx Kernel 哪一个部分的子系统的开发 这里面的开发 已经很少了 我相信如果是台大的 毕业生 要投入这方面 也是有它的难度 而且贵公司目前就需要这个分 反正你就把它拉回来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它有侵略性的时候 有些台湾的主管会觉得 对不对 听你在臭屁 对不对 就类似这种 没完没了的 那个急发话 是很多的 然后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 找下一家吧 没有必要在 不适合人那边绕 好 拉回来 所以总之呢 就说呢 用武装 武装 用知识武装自己 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们做这些专案呢 其实 不全然是为了兴趣 也是为了 让他有更好的空间 而且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一旦呢 你的城市码 是这些专案那一部分 是Linx Kernel一部分 它就是 它就是 那就是一直存在的 这个东西有 很大经文砍 那就是各位的机会 哪怕你读一手 你读 你读真理大学 或者是读什么 升纽约啊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个学校 Anyway 没关系 因为呢 这就是个切入点 但是呢 你要去找一个什么 看得上你专业的人 那这个其实 有些公司 它就没办法正眼看 你就 你就不要太执着了 或者有时候 你就是要从老板下手 不能从主管下手 要从大老板下手 所以比方说 你说老板下手怎么做 然后你要去一个Foreign 就是老板就参加一个什么 Cost Cup 对不对 发现某某演讲 讲者讲的 言之有误 然后讲 哇 这个大量数据 老板说 这个人一定要雇用 对不对 后来发现 靠 他怎么做高中学理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 这就是另外一个切入点 那回到刚刚有同学有讲那个 讲那个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 我还是要回答 就是 这东西有时候就是 你有时候急着去投入 其实效果是很差的 因为很多东西 你直觉想得到的东西 其实都会被做掉了 你想一件事 资料库 你要对PostgreSQL MySQL 这种资料库做贡献 你需要 你想 如果你要对MySQL PostgreSQL 这种资料库做贡献 你想 这些开发者 他们的 B3 Bplus3 或是其他的资料结构 一定并熟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因为资料结构的认知 然后做了贡献 这有多难 对不对 这很难 反过来说 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 贡献Isecure的时候 贡献什么 我贡献Unical的处理 类似这种的 我也忘记 我那时候贡献什么鬼 Unical还是BigFi 好像是BigFi 就是 那个什么 资源编码 因为很少人会想到说 对 资料库里面也要处理什么 资源编码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就是欺录点 对不对 再讲一次 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资料库 就想到说 资料结构 或者讲到说 它怎么储存 怎么去提升 Indexing的效率 对不对 你一定要做到非常顶尖 才有办法切入 反过来说 你看像我这样插边球 对不对 我就想 对 如果要存BigFi 会不会遇到 BigFi那些什么 那些 Escape Collector的问题 或是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你是需要一个domain know-how 但是呢 你就问这个问题 那我没有domain know-how 怎么办 没有domain know-how 所以你就要去读书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这么多 进修的空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盲目的 一直在看那个程式 因为你盲目的 你不知道会怎么回事 对不对 像刚才来讲 还记得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同学 我刚才不是 举例说 很棒的同学 对不对 就是什么 减少那个比较次数 达到50% 对不对 你去看他修改 如果你直接看程式码 不去看他的论述 不去看他的 CAMILOG CAMILOG 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50%的减少怎么来的 反过来说 如果你认真去看他论述 甚至呢 他在最近还会再继续 看另外一篇论文 然后获得一些启发 然后再继续突破 这就是一个切入点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就是说我们在 这边是那个 CAMILOGY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有比较好玩的 像那个 用那个NET VIRTEN NET VIRTEN也是 在这个 就职场里面 也是很有用的东西 比方说你找那个JOP 对不对 就好几个工作 跟那个NET VIRTEN 关 NET VIRTEN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Linx Kernel里面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存在很久了 我忘记它多久了 反正这个东西存在20几年了 这个机制呢 就可以让你在 Linx Kernel的 NET VIRTEN 内容的STAC里面 去过滤特定的风包 好 那我们去年就做一个 很酷的尝试 就是说呢 像有些东西叫Adblock 你知道这东西吗 可以挡广告的 但是Adblock在哪里 是在浏览器里面挡 可是那广告已经进来了 我们才去挡它 所以有没有可能 直接在Linx Kernel里面去挡 这个东西去年就干了件很棒的事情 对吧 就是直接在Konoma 就被打掉 不把DNS打掉 就是说让这个广告不会跑出来 对不对 爽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 EBPF还有SDP 那这东西呢 很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呢 EBPF跟SDP呢 它允许呢 我们在这个资料处理的过程中 以前呢是需要什么 从Divide Driver 到Saki Buffer Saki Buffer 再到Protocol Stake Protocol Stake之后呢 还需要从Kernel Copy之后到User Space 那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 在沟通的时候 就要从User Copy到Kernel 一路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虽然你不见得知道那个细节 但是你显然知道 它是一个漫长过程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 一个单纯的操作 所以呢 EBPF呢 就让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我们可以呢 像刚刚那个路径 那个Intel Handler 一收到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赶快怎么 去分析风包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原本要走 很长路径的东西 变成一个超级短路径 只做特定的功能 所以注意到 SDP它是一个特化的东西 它的特化就是来解决 一些特别的情形 比方说Lobenser 或是说你要去 做那种防火墙 那像去年 有同学就会研究 像一个东西叫SDP Firewall 顾问师就是什么 就是建构在SDP的基础之上 建一个防火墙 所以你看到 你看以前路径有多长 对不对 Divide Driver NIC Nightwork Interface Car Nigh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 然后呢 Divide Driver 然后上面什么 Nightwork Stake 到应用程式 然后有了BPF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 这个Intel Handler 一上来就赶快去 去处理 所以呢 它就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处理 那当然注意到这件事呢 如果你要做到最右边这一段 右下角这一段 就是要什么 它就需要那个 王装置的支援 那它有一个相容模式可以跑 那就会比较慢 但不管怎样呢 它给你更大的空间 去控制 Kernel 然后很酷的地方是 算你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控制Kernel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系统还是安全的 你不会说 因为干了这件事 然后Kernel就crash 不至于为什么 因为它执行在一个什么 虚拟机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很棒 那么要什么 EBPF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虚拟机器 我有个讲错呢 叫做就是什么 透过EBPF观察 做一种行为 然后发现这个很久没更新了 哎呀 今年20 哎呀2024年了 哎呀呀 太久没更新了 好了 今年一定要更新 这个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像我刚才那本书啊 哎 不是 刚才书呢 我刚才这本书 你看 这个 虽然今年还有更新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就是 这本书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这本书是从2018年开始写的 对啊 就是 从我女儿出色的时候就开始写 哎呀 这个 就是 就是 我老婆做叶子的时候啊 那个叶子中心啊 就是有 就是 有经历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吧 就叶子中心我真的是一个好 好地方啊 对不对 就是 这个 环境舒服啊 然后那个 每天每天就是吃就对了 老婆吃不下东西就帮他吃完 然后这是一个好舒服的地方 然后 然后那又有正当理由对不对 因为 对不对 老婆 老婆生产 陪产对不对 然后陪老婆做叶子对不对 大家就说 哇 真是好男人啊 对不对 正当理由可以请假 他超棒对不对 然后 然后 里面就是 也不用做什么事嘛 反正 叶子中心会帮你打定好 好 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哎呀 我既然那么有空 我来写书吧 好 所以就开始在写这本书 那没想到呢 这本书呢 就不想到从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我天哪 好久啊 不敢再数下去了 好可怕 好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 这些新的技术 其实就是刚才讲 就是 尤其呢 我们要特别去探讨 当然不代表说 你可以跳过旧东西不去看 而是说 呃 层次的问题嘛 就是 呃 你 你在了解BPF的层次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要了解什么 还是了解 科农风暴管理 所以基本的风暴管理 还是要了解的 然后呢 像这边来讲 我们去年做一个很有趣的尝试 我们就是 我们用BPF来开发一个什么 TCP的Server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可以做到一个很酷的东西 就是 呃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 以前呢 左边有个应用程式 右边有个应用程式 对吧 以前呢 从左边到右边 我资料怎么传呢 要通过Starking 要TCPIP 要通过这个Ethernet 然后呢 它会有个Rootback device 然后这样传 然后呢 有了eBPF呢 因为我可以在课论里面 有个虚拟机器 所以呢就可以什么 我既然要传 就传出去 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应用程式里面 完全不需要改Source Call 再讲一次 以前呢 是有Starking 然后有TCPIP Stack 然后有Ethernet 的Driver 然后再有Rootback device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就直接在这边动手脚 接过来 对吧 好 那这就是BPF 还有XDP这种技术 为什么让大家会觉得是明星技术 它就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响应空间 而且它反映到性能上呢 就很明显 对吧 你看这个 从这个 从什么 从这个 从这个绿色到这个 到紫色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变化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在BPF的参与呢 它就可以动态去改变那个 做一种行为 而且这关键地方是呢 这些程式码呢 运作在这个讯击机器里面 好 然后 刚才提到什么呢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很酷的专案 这个专案也是无星插流 这专案当初是这样 就是我们当初有一个 很简单的需求 就是我们当初有一段程式码 原本是 原本是用intel的 intel的这个 intel的 针对intel的cpu去写的程式 然后 它用的叫intel的sse intrinsic 顾名是就是需要用到intel的sse指定集 然后intel sse sse指定集 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像这边有列出 它有 有好几个世代 sse sse2 sse3 sse3 这个很难念对不对 很讨厌对不对 还有什么4.1 反正就是说 这个都是 就是当初我们遇到的事情 就是有这个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标的的环境 是像这样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 有200多核的on的cpu 对你没有看错 224on possessor 然后128gb的Rain 哇 好 这样Rain没有很大 这个是很旧的机器 这是哪一年机器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 donder x2 这个很旧的东西 但以前是高档货 这个东西是2008年 2008年出的 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厂商送来一台 2008年的高档货给我们 这台那时候也是蛮贵的 这台当时大概要1万美元 就是不是整台的嘛 是光这个SoC 跟那个基本的那个硬体 就不含那个SSD 跟那个Rain 就是1万美元 然后呢 当时的高档货 高档的高档货是on的处理器 但你发现问题了吗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原本的城市 我们想跑的城市 是针对SSE指定集 所以我们就去看到这个专案 叫SSE指定集 但是很不信任何方式 这个专案就遇到个悲剧 就是我们当时要用的时候 原作者就不开发了 那我们就写信给原作者说 原作者叫什么名字 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看一下 原作者叫做 叫谁的 叫Jump Jump哥哥 我们对你的专案很有兴趣 可是你最近都没空改扣了 他说对我要退休了 他真的退休了 这一位已经退休了 他要准备退休了 所以他不写城市了 他就说你想改就自己拿去改吧 所以我就去帮他改了 这个专案就一直维护到现在 维护到现在就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值得大家分享 我们就跟不同公司合作 有跟Apple合作 跟Google合作 跟Brender 就是绘图软体Brender Adobe Adobe Aum Dinar 这些不同的人合作 那这就是一个真的很有趣的经验 而且除了这个经验以外 他有一个也想跟他分享的 就是说因为超级电脑里面也有昂的处理器 在前年复月 复月他就是被 就是他连任两次 连任三次世界算力第一的超级电脑 然后因为他用Aum的处理器 所以他就有遇到问题 就是那请问原本已经针对Intel SSE最佳化程式码怎么办 所以就没想到那个超级电脑 如果你去查复月SSE to the young 就可以找得到 这个专案已经被复月拿来用了 甚至还用到什么 用到一些这就是基因的研究 那为什么要用到Aum的伺服器 因为Aum的伺服器来讲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个单位密度 也就是说同样的功耗上面 就同样的功耗 你在同样的这个功耗的前提 使用Aum的处理器跟S86的处理器 Aum的处理器的运算密度比较高 注意到这Aum的说法 然后亚马逊有类似的报告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 照亚马逊的说法 就是可以省$50的价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亚马逊有自己的Aum的处理器 好 我们当真的是无形插流 因为我们2008年的时候 真的没有去想到这件事 我们2008年之后想到说 这个厂商送来电脑很棒 我想要把它搞定 让它跑得好好的 那么想到这个专案就变得很有特色 后来这个专案连那个 连什么 连那个 那个 那个 Microsoft也在用 你知道 像Microsoft有个东西叫 叫PowerToys 你知道吧 那这个是Microsoft的一个工具 工具集 那没想到它也使用到 我们的一个 这里面的工具 那Apple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什么 因为它用的是Aum的处理器 于是就有人问说 那请问这个 我原本的游戏 已经针对Intel处理器做了最佳化 那怎么办呢 好 没关系 有用SSE to你Aum 对不要怀疑 就是Aum帮我们打广告 哇好棒 对不对 真的是无心插流流程硬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就是 这就是一个 我想一个很棒的机会 对吧 好 那我们最近在做什么 我们最近就是 好 我们最近在修正一个小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有遇到说 那个 旧版的GCC不能支援 那这也是Open source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 商业的专案来讲的话 你不见得需要支援 那么多不同的GCC版 但是 Open source来讲的话 我们就希望可以支援 比较多的版本 我们现在的话 GCC11是可以支援的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支援到 GCC8 就旧的版本 因为有些公司 还可能还在用 GCC9 GCC8 好 因为我们终于有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 有开发尝试来解决问题 好 那也有跟这个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Aum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它会有个特色 就是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主态 好 那 在Aum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叫CR系列extension 也就是说 会有专门的指令集去加速CRC的运算 但是如果说你的处理器 算它是Aum的处理器 但是刚好它没有CRC32的运算的话 例如说什么 例如像这个 这个没有 那此外的话 对我们最新的计划 就是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突破 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做到 对SSE指定期100%的涵盖了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去 再进一步 就是可以支援到ABS 还有ABS2 所以这边也是有些参考范例 那不过这件事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还要规划说要怎么去进行 这件事困难地方 其实不是写那些怎么去转换 就是怎么把ABS转换成Aum的指令集 真正难地方是怎么验证 因为其实让我们过去的经验 其实像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 其实我们两年前就已经做到 将近两年前我们就做到什么事呢 我们就做到 我们就做到百分之涵盖 你看我们1.7.0是在上个月 上个月发布的 然后在跟他之前的版本是什么 之前的版本是1.6 1.6的时候就宣布 我们就在2022年 你看到 不是两年前 一年多前 我们就正式宣布 百分之涵盖这些 这算是Open Source的专案里面 第一个 你可能知道有个专案叫SYMD SYMD1 叫SYMD Everywhere SYMD Everywhere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做到百分之涵盖 所以我们这两个专案不是竞争的 其实SYMD Everywhere 这个专案也用到SS2那样的成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尽管我们在2022年 就说我们的涵盖coverage是到百分之百 但是一直到去年整年 还是陆续有修正一些 正确性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性能 或是精度的问题 就是Procedure的问题 这就是做这些事情 比较困难的地方 也因为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想 怎么去做相容性测试 这是比较困难的议题 好 接下来我们讲 开发Riskify处理器 首先是这样 我针对了课堂的需求 我就开发一个很简单的 Riskify处理器 它是Single Cycle 它没有Pipeline 但是它有办法支援 基本的RV32的I 就是Based Instruction 然后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Chisel 其实Chisel在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这个 可能描述 就是 没有看到 诶不 我解错了 应该看另外一个 应该看这个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讲到一个东西叫Chisel 那这个Chisel的话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一个HDL HDL HDL Howware Discussion 诶? 为什么 HowwareDesign 这个 好 就是说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 会用到一个很特别的程式语言 它叫做Scalar 那Scalar Scalar的话就是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 它是一个 函数式程式语言 然后 GZO呢 是在Scalar的基础之上 去建立一个 我们称为叫DSL 就是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个程式语言 那这个语言呢 可以来描述电路的行为 所以你过去呢 是用Vlog来写 来设计电路 你现在可以用那个Chisel 也就是说呢 Chisel呢 它是一个高阶的 一个很高阶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个 你看Chisel 然后底层用到Scalar Scalar再转成Java 然后呢 后面呢才会转成Vlog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Vlog呢 因为你如果直接写Vlog的话呢 你会花很多力气 来解决时序问题 花很多时间在解决clock问题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实作 我们这个实作呢 你去在Scalar里面找Clock 你发现在开发这个设计一个CPU的时候 完全不用管Clock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用管那些Sequential logic 不是这样子 不要误会了 而是说呢 你可以把心思用在什么 心思用在 我要怎么实作出特定的Logic gate 而不用花心思在像那个Clock source 或是花心思在 我要怎么解决很复杂的Synchronization问题 我要怎么去做那Forwarding之类的 好 然后在这边的讲话呢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这个描述 描述就是说 这个Chisel怎么用 然后这个有一个Bootcamp 然后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 怎么去建构一个Single Cycle的CPU 然后呢 我们在最近呢 我们也会把它再扩充 让它变成一个 3-stage或是5-stage的Risk-File处理器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大家用一个很少的一个变更 可能就是大概2000行的这个7首的程式码 就可以建构一个 能够通过基本的 基本的这个相容性测试的Risk-File处理器 实作 那这个Song RV呢 严格来说不是我们学生的作品 但是 他是一个慕尼黑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 那他现在是硕士班学生 然后我跟他合作的是很愉快的经验 就是他就是开发一个 out order super-stage的out order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可以跑在那个 Arty Arty A7的一个相对低连 就是物美价廉的一个 FPS的硬体上面 然后这个硬体 这个实作最棒的地方就是说呢 他有完整的验证 他有办法把Linx跑起来 那就算你没有FPS 有关系 那你可以用CPU去做 去做synthesize 去做验证 然后他的程式码 其实开发的品质其实还不错 然后支援的RV32 然后也有很多extension IMAC 然后周边的模拟也做得很简洁很清楚 好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投入一个砖 你去了解那个怎么去开发律师科派处理器 好 然后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这个我刚才提到 就是从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写的书 然后这边来讲话就是 对啊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本书的话呢 你有三种办法 然后第一种办法就是来上课吧 来上这个Linx核心的课程 那当然你要缴作业 好 你不能说我选了这堂课就跟我要这本书 不行了 不是说这本书有多稀罕 而是说这本书有很多地方有错的 或是怕有同学看不懂的 所以我希望我这本书提供给你 是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我希望跟你了解说你学习的状况 知道说你哪边看不懂 你不要告诉我看不懂 你不可能每个字都看不懂 不可能嘛 你看 对不对 你可爱的企鹅总看得懂 对不对 你看这个企鹅做得不错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封面还不错 对不对 总没有看不懂的字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说你看不懂 你要告诉我第几行第几段 第几段第几行看不懂 然后第一个就是参与课程 第二个就是说 你就给我一个承诺 就跟我承诺说 你就是承诺说 一个月内会看完 然后会把你的读书笔记 或是刊物告诉我 就是说发现哪里有错 请你告诉我 或是你觉得哪边还要再补墙的 第三个就是直接跟我开发这本书 当然你要先看完这本书 如果你有兴趣一起来编辑的话 当然有些基本要求 就是说你可能要对Latec有一定的认识 或者愿意花时间去写Latec 然后你可以把目前贴出来公开资料看一看 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切入 好 然后这边值得一提 那一方是schedule extension 这个是来自Meta 也就是Facebook的母公司 然后Meta也好 或是阿里巴巴他们都有个需求 Google也有 有个需求就是他们需要去调整他们的schedule 为什么需要调整schedule 因为像Google的workload很有趣 最大的这是我听到的 我不知道在哪一场演讲听到的 如果你有公开资讯 请你告诉我 也有可能是私底下有人告诉我的 有时候搞不清楚是私底下讲的还是公开的 但是我记得是公开的 就是Google的server 如果你有把login到Google的server去看的话 Google的workload会有趣 就是他没办法看到哪一个process 特别占CPU资源 很难看出来 因为Google的这些workload已经调整过了 他仅仅让每个城市 仅仅做了很多必要的最佳化 然后他的这个 所以导致如果你用那个top去看的话 其实每个城市他占的CPU的时间 可能占个3%这种时间 你可能很难看出到底哪一个特别占时间的 对不对 因为你平常在分析系统效果的时候 你就会看出哪一个可能会怎样 可能会某个城市他占的CPU资源特别多 我觉得他特别去改进 但是像Google那种城市 因为他的workload 就是因为他的城市 就是已经做了很多最佳化 对不对 上万名的工程师的投入 让这个做了很多最佳 引入很多的调整 这时候就是个问题 因为有些城市 他是不是应该是先执行会比较好 因为这些process的 之前可能会有些相应性 他会等待 比如说我资料库要去等什么 要去等网页的程式 然后网页伺服器又要去等什么 去等IO的动作 所以如果说能够适当的去把某些 顺序调整的话 可以去大幅减少等待时间 那这件事很难 地方在哪里 他是需要domino know-how的 可是这个domino-how 你应该把它放到linux kernel里面吗 听起来不对吧 对不对 就算不是GPU的问题 应该知道GPU 如果你对linux kernel修改之后 你就是照GPU 就是该把它放出来 所以就算不看GPU的问题 就算Google愿意把它的know-how 供租于市 可是linux kernel的社群会接受吗 对不对 因为这种需求可能通过到只有Google有需要 同理 阿里巴巴可能有类似的需求 对不对 就是有些公司付的钱比较多 就要让他 要给他 要给他升级一下 有些公司呢 他的付的钱钱比较少 我就要给他整他一下 对不对 让他前面跑得到 后面跑得很慢 那像这种domino-how 特有的一个behavior 这个就怎样 这个就很不适合放在schedule里面 但是呢 偏偏又需要用到schedule 来让这件事怎样 有一个更好的展现 或者给他给予 不然限制或者做必要的一些调整 所以有一个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干脆把这些 需要把schedule特化的需求独立出来 所以Meta就搞一个东西叫schedule extension 那这个schedule extension做的事情 就是他允许你把schedule 一部分要做的事情搬出去 让user可以做 不是user 用BPF来做 所以还是执行在kernel里面 你那些策略 那些想法 还执行在kernel里面 但是是用什么形式 用BPF来执行 BPF 对不对 所以你看呢 这个BPF可以做 动态载入程式码到kernel 还有办法去验证 所以它是一个发展一个plugable 可插入的一个什么 排程系列基础 那这个也是我们后续 要去改进的一个地方 那显然我的书还没写到这一段 好 那这个没关系 我们今天继续做 那此外的话 那个虚拟机器也是很关键的议题 像那个有一个adux有个东西叫kata 对吧 kata 那这个kata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kata建构在什么基础之上 k变之上 k变之上 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呢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会先启动 我们有一台很厉害的机器 启动之后 启动之后 它会有linux 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会有个k变 k变是一个linux 可以提供的一个 针对虚拟机器加速的一个机制 好 那当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必须要硬体 要对应的资源 好 那这上面呢 执行一大堆gates always 那注意到我们把它叫做micro-vn micro virtual machine 也就是说呢 它上面呢 只是做特定的功能 比方说呢 我去执行一些micro-service 执行某一些gates instance 它里面呢 它不会负责很复杂的操作 真正复杂操作呢 还是交给host端 所以它这里面呢 就可以变很小 变很小有什么好处呢 它启动可以很快 或是它被骇客攻击的话 怎么办 就把那台机器关掉 那或是说呢 我负载要做平衡的时候怎么办 我赶快去把工作负载 migrate到其他机器 因为它工作 它的instance小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firecracker在做的事情 它底层用的技术呢 就是kbm 好 那我们去年有个同学做的很棒的尝试 就是说我们原本呢 我们就开发一个东西叫kbmhost 那这个kbmhost呢 是一个很小巧的程式 它可以在intel处理器 intel跟md的处理器上面 可以载入linux跟相关的应用程式 那去年同学做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把它移植到on的处理器上面 所以它就可以在 耶 它就可以在我们这一台机器上执行 你们看过 你们好奇啊 224台的话 htub会长什么样 对不对 可是右下角只看199 怎么办 所以你要把字变小啊 哇 对不对 哇 这还有209 对不对 还要自然会再变小啊 酷吧 所以 224 如果你要看完 要用htub要看完的话 你要把字 要变这么小才看得到 对不对 哇你终于从第一台看到 第一颗cpu看到第二百二三颗cpu了 真是 真是 真是不容易啊 好 所以你看到 你就想像说 我假设有一台机器就这么微 有那么多cpu 然后这时候有那种kbm可以干什么事 我就可以指定特定cpu给哪些gasOS用 然后呢 所以gasOS它可能是一个什么 cpu的一个很贪婪的城市 对吧 就是一个一个这个大师 那个叫什么 一个一个很对cpu很饥饿的一个什么 对cpu很饥饿的城市 对吧 然后他就他就把那个cpu资源吃掉 没关系 我们就只把某几个physical cpu吃掉 所以virtual cpu虽然吃光 但是physical cpu还是活得好好的 对吧 就是赞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有很大商务需求 这一样呢 你如果去找呢 你去找亚马逊 去找google 去找高通 也可以找到一大堆 也可以找到一大堆 一大堆跟kevin有关的工作 这一样也是为了工作的 那当然这个 我们凡事也不是那么 只是为了那个势力 只是跟你讲说 就是我们可以兼顾兴趣跟你的发展 刚刚有同学问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个 以雇主的角度 这是 其实你要搞清楚 雇主到底是谁 很多同学呢 会在履历表上面写github 但是你将心比心 有多少人会真的点开github 所以你要兼顾问这件事 你要搞清楚你的雇主是谁 你的雇主呢 很可能是不会看的 请你不要怪你的雇主 请你不要怪可能的雇主 因为他真的没时间 建立github这样实在太容易了 然后呢 但是要去判断github上的东西 是不是你写的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不是难而已 真的是很难 大家可能知道 前几年我还担任过台北黑客宋的评审 但是担任评审之后呢 我很快我就后悔了 因为当天就有人批评我们 批评什么 批评说呢 评审怎么遇到抄袭 反正你懂吧 就是我很不爽的地方 就是有人 真的想到就生气 就是有人反映说黑客宋有人抄袭 好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评审讲呢 就事后在低看面讲一顿五四三了 反正就是 就是有人就 然后有人 好像有一个人就点名我说 哎呦 那个某某某 不是城市很强吗 那黑客宋有人抄袭 为什么抓不到 黑客宋有多少人参加 黑客宋那么多队 我真的一队一队去看 但是真的看不完 我就抽样看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 我对得起 那个大会对我的要求 就是我看了26队的城市 但是还是有漏网之语 还是有人说 说有一个得奖的队伍 他是吵析别人的 所以你看 就是即便我愿意花那么多时间 我花了六个小时 当评审 看了26组的队伍的城市 依旧还是有找不到的 那你说其他雇主会怎样做 真的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看Github 所以呢 要有一个 我们称为叫做一个叫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Source 就是一个 可认证的 可信的一个单位 就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你不能只是 把自己的城市码 放到Github上 然后就说这是开源 那就不够 你看 你的城市码 被Linus Kernel的开发者收录 你的城市码 被一个大学教师当做教材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任 这其实很重要 然后关键地方是什么 课堂练习的 其实是 像我设计作业的时候就考虑到什么 各位写履语表 所以比方说 我就让各位有办法出现数字 对不对 当然要包装 你可以问我跟我讨论怎么包装 这个可以包装的 你不要傻到说 那个作业叫Fibonacci Driver 就傻 填到Fibonacci Driver 是啊对不对 你要写什么 你要包装说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运用到Kernel Thread 然后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大数运算 然后什么 它是可以用一个 Multi Level Feedback Queue 然后针对Schedule 做一个调整 然后让它可以做快速运算 然后可以做 对不对 做这种资料的处理 对不对 或者说针对这种 Kernel Space跟User Space 大量资料复制的情境 做的一个调整 然后秀出一大堆数据 这个我想的关键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很难说 工作的职缺的要求 工作职缺的要求 直接跟你的技能是完全匹退的 但是你让人家知道 你的确解决特定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一定要有数据 当然有数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是没数据说真的 很难让人家觉得是一回事 对吧 然后再来是刚刚讲的 可信赖的Source Authentation Source 这很关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你还是要整 你的东西最后要整合到一个 够大的Open Source的专案 或是说要一个 可信任的一个源头 即便是一个小专案 但是你要说 程大教授使用的专案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Authentation 刚刚那台电脑可不可以跑K80 当然可以跑 我们之前就跑OpenStake K80也可以跑 好那就去看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做电子书的编辑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本书 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Linscone推荐的书 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的书 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的书 因为 没几本可以看 对不对 最后是上面写的 你看 very nice 最后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别人讲的 好 所以你看 其实 你看 你看这一页叫什么 叫Curnal Documentation 但是真的没几本可以看 对不对 就是世界上能看的书 对不起 就那几本 对不对 然后 这本书 你自己的书架上可能也有了 你可以买书也没几本 就这几本书可以买 对不起 对不起 就这些 那也许再过一段时间 你可以买到我写的书 希望 好 然后 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 虽然它的品质不算好 但是是事实上少有 自由流通的 因为很多书 它也许存在 但是它不流通 那投入这个专 你看驴表就好写 对不对 所以你驴表怎么写 就是 Linus核心推荐的 推荐什么 文件 我是这个文件的共同开发者 哇 对不对 你看 写起来就够厉害了 好 然后再来是Draper Draper 他在2007年写一篇论文 这篇超棒的 不过这篇论文有个问题 因为他是写年代比较旧 2007 然后我们最近针对这本书 这本论文 我们就把它翻译 然后针对目前状况作为调整 也用GitBook 重新排版 因为原本是一个论文 论文的形式看起来比较辛苦一点 对不对 就密密麻麻的排列 然后 这样的重新展现会比较容易 而且搜寻会变简单 哦 接下来讲那个 讲作业系统 除了Linus kernel以外 我们也在开发作业系统 这个 妈祖讲好几年了 对不起 我从2020年就讲到现在 所以这个 今年终于要发布了 去年没有发布 是因为被 被 被 被那个 长官交去做别的事 这个之后再跟大家解释 就是 就是跟一些国防有关的专业被抓走 好 好 那么今天要正式来发表 发表这个妈祖 妈祖是什么意思 就是Mars is not Unis 就跟那个Gnu is not Unis很像 对不对 就是妈祖 你看他的那个 reparatory organization name很好玩 叫Marsunis 对不对 注意到 你要写Marsu 好 然后 他的跑起来呢 是长什么样的 他跑起来呢 跑起来 跑起来 长自 Marsu 怕你不相信 我还要跑一次给你看 跑一次Marsu 给你看 跑Marsu 好 那我们现在启动Marsu 所以看到 这个 这就是Marsu Marsu的作为系统 他就很小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 Curnal部分 只有3000行 然后 工区程式删进去的 大概1万行 然后如果说 你 我之前讲工区程式很多 是不然说 TCPIPStack 注意到 这个妈祖作为系统 是可以上网的 这也是我什么开发 我设计这个系统 我就希望他不无聊 因为有些 有些作为系统呢 比方说像 SV6 SV6 其实也可以上网 但是你要 你要补完很多装置 去中程式 才有办法做很基本的 通常都是MIT的 期末专题 但是我希望 一开始拿到的东西 就可以玩了 好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Marsu作为系统的想法 其实就跟SV6很像 那跟SV6的想法 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想说它就是 我们台湾版的SV6 然后呢 因为呢 SV6跟 跟Unis是比较像的 但跟Linus很不像 那Marsu呢 是跟Linus很像的 但是又跟Minus有点像 所以就是 它是有一半 Minus 也有一半Linus 最重要是它精简 反正到时候 你看到Source Code就知道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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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写程式的时候很酷 写程式就会看到 那个什么 写程式就看到 我每次想到就会想笑 写程式就是 哇 Marsu Marsu IPC Marsu Task Marsu Medlock Marsu Synchronous Marsu Timer 反正就是 反正你到时候看Source Code 就看到一堆Marsu 哇 这边很有趣 这个为什么叫Marsu呢 因为它是海上守护神 所以你看 我们之所以 叫他Marsu呢 是这样 注意到这不是标新利益 不是希望 不是希望 炎家可以赞助我们 虽然如果 炎家愿意赞助我们 我们也可以考虑 这主要是 因为Marsu是守护神 注意到一件事 它是个Demon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 这个作业系统本身 它就是一种Demon 就是它的 它的角色就是Demon 所以我们就是 很什么 很适合叫Marsu 然后呢 Marsu又叫墨娘 对吧 默默的守护 所以这个 默默守护我们 我们的电脑的什么 的娘 对吧 所以这个太好了 对吧 而且这名字 这名字 很难跟别人重复 对吧 这个Marsu实在是太好念了 然后 对 顺便讲 我们有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个小故事是这样 就是 有一个网站叫做这个 叫做 Michael Colonel Info 顾名师就是它会收集的世界上好几个Micro Colonel 像这个 Minix 是吧 启发Linus Colonel的Minix 然后呢 这个作业系统是Google Google发展的 Google发展的作业系统 好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你可能有听过的 L4系列的 这个是SEL4呢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它是人类史上第一个 一个什么 第一个被数学证明它是 行为上是正确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做形式外验证的 第一个完整证明 用形式外验证的作业系统 然后 那格鲁赫德呢 是格鲁计划 正规的那个 正规的作业系统核心 叫赫德 那不过呢 因为Linx Colonel太成功了 虽然赫德开发时间比Linx Colonel早 但是就是赫德太 就是因为Linx太成功了 所以 开发资源都到Linx上面 那最近赫德有 有一点点进展 好 然后 那这里面呢 就会提到 你说这个不是北吗 对 不要怀疑 有个作业系统叫F9 那你说这个 为什么有个作业系统叫F9呢 这是因为我写的 好 那这个F9呢 就是 最初呢 就为了教育用途 那没想到10年前 就是 呃 应该是 10 诶 就反正2013年的时候 2013年呢 就有一家美国公司 叫Genesty 美国公司呢 就写信给我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让他拿去商业化 那我们那时候就很慌了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一个 你知道吗 只是一个作业 就是一个作业 然后 然后 反正 美国那家公司就把这东西拿去商业化 好 那最后 我们最后还是open source出来 所以就会要有个F9的作业系统 好 然后呢 为什么不要叫F9呢 你把那个F跟那个9 把它那个转下 对不对 就变成北 然后呢 这样就是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靠北 然后 没有 这个小故事啦 只是跟大家讲说呢 我们做东西就是可以有一些小巧思吧 对不对 你可以开发作业系统叫马祖 好 然后开发一个作业系统叫F9 好 F9就跟大家说说不要靠北 好 那这个 好 今天来讲一个有趣的小东西 呃 去年呢 因缘际会呢 好 我就是跟那个什么 无人机国家队 就类似的东西啦 反正总是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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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年被被抓进这个 什么这个 无人机国家队 啊 就类似这种东西啦 那总之就是 呃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有些东西我不能讲啊 我现在啊 哎呀哎呀哎呀 糟糕糕糕 有些不能讲啊 哎五百亿五百亿 五百亿 我只能讲那个 然后只能讲新闻有的啊 好了 总之就是呢 哎呀呀呀在哪里啊 因为有的新闻不能点了嘛 有的新闻里面 他可能有内容不正确的 不能点 呃 好啦反正就看看表题啦 啊就是说那个军方去赤字 啊这个是在前年 前年年底的 好 然后总之我就是 我就是 呃 呃 无人机国家队的 参与啊 参与其中的 呃 一环啊 所以所以 所以对我的学生很抱歉啊 因为有时候被抓去 被抓去解决问题啊 好 那总之呢 我们在去年解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 就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我们在做无人机的时候啊 嗯 我们做无人机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啊 像呢这个东西叫 这个叫云台 这东西可以干嘛啊 这上面可以放一台相机 好 但我不能给你相机啦 因为那个 完整东西应该是机密 所以我给你 不完整东西 不完整不算机密啦 然后呢 这云台怎么用呢 这云台就是 你一个无人机的 你就可以去控制 用云台控制相机 用控制它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 扶脚啊 仰脚啊 控制这个位置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叫gimble 然后就控制它的gimble 然后呢 你当了做无人机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呢 你要做事可多啦 对不对 比方说你可能需要一个 运算能力很强的硬体干嘛 就是要 里面呢 要能够去做 运算啊 去追踪那些物件 要去辨识物件 要辨识车流啊 能流啊 你以为这样结束的话 没有 那我可能要调整姿态 我要去跟踪 所以呢我可能会做这个 偵察型的 那甚至呢 在 某些单位 它可能有些要求是要投蛋 对 比较清楚啊 就是汤红刀那种投蛋的 然后这种需求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呢 它不是传统的那个 无人机而已 所以我们在传统来讲的话呢 你可能有听过有个 有个专案叫R2Pilot跟PS4 就是在传统那个 非控的那个认体 FCU叫Flight Control Unit 那这R2Pilot跟PS4呢 里面就做这些事情啊 就做这些 无人载具的那个 无人飞行器的那个什么 的认体 但是呢 我们还要补完很多东西啊 比方说呢 地面站 的确有很多open source的资源 但是我们要去补完 像R7的部分 然后我们最近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空间 就是说呢 这中间呢 像看提拉跟那个Gimble 还有资料控制 还有那些影像处理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影像处理呢 不是说拍照而已 是要去辨识物件 还要去调整姿态 甚至你还要搭配 搭配什么 搭配5G的 搭配像那个ATPS HPS叫什么 就是assisted 就是由 由电信信号去 assisted assisted 就是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就是说它是 藉由一些像那个IMU 还有电信信号呢 去做那个位置的校正 然后呢 总之呢就是这过程中呢 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机会 机会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 整套提供的这个软体呢 其实不存在 所以我们最近呢 我们就开发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 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发表 然后这样的专案呢 它可以补足什么事情呢 你就想说呢 我今天会有一个 我可能会有个非控板 一个小的非控板 然后呢 上面可能搭配一些SoC 一些物美价的SoC 那这SoC呢可以做视觉啦 做一些硬体加速的一些处理 然后可能会做那个TensorFlow Lite 或者做一些YOLO啦 ComputeVision 这些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呢 它会转换成特定的一个操作 那它背后也会是一个 parking-based的一个设计 然后甚至还有考虑到这个OSD 就是 欸不对 OSD是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欸对 也可以做OSD 那甚至呢 你要做那些什么臂障啊 什么这些处理 也可以做 所以呢 这过程中呢 就是 你看喔 它就是建构在一系列opensource专案之上 所以 我们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缺 所以我们最近就想要去填补 填补这个空缺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先建一些POC的案子 那POC的案子呢 陆续有交货 就是交给一些台湾的工部门 还有台湾的一些厂商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来把城市码 把它做得更干净 所以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你对无人机 无人载具 机器人很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来跟我联系 那当然我现在 我可能没有要给你城市码 因为我们可能在提炼一阵子 但是就是 你可以先跟我讨论说 你有没有共同的兴趣 说明你是同行 说明你也是国家队 或者说你的实验室 刚好也在做相关的 然后也要设计 那我们的承诺是这样 我们希望让画面中看到的 每个部分的基础元件 是可以open source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最后整体的东西 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前面主打的 具体而为的一个专案 它可以透过一个plugging system 会挂载 藉由plugging或是extension 挂载这些元件进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今年想要发布的 当然你现在去 Github和Google搜寻 都不用找 是不需要找的 是找不到 因为我们还没open 好 那最后一个东西呢 就是 怎么有人讲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 这就是错觉 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用对 就是能够用得好的话 可以做很多事 而且没说只是非一台 对不对 其实是很多非法 现在有很多问题 是卡在这个采购 因为就是 这个采购真的让人很生气 其实这东西 可以像那种弹光刀的 应该可以 价格可以降低的 那它可以 任务之间可以去切换 好 这个不能讲再多 但是应该有机会做改变的 那我想做一个资讯背景人 这是我们对国家可以做的事情 我想这个 以 就是资讯背景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对国家的帮助 其实不是说 叫招的时候去 去数馒头 叫招的时候去 去装忙 应该是用自己的专业 还帮助到国家 好 然后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就是 我们去年很荣幸 我们去年很荣幸 在OSDI 作业系统最顶级的研讨会 作业系统 有网友说 作业系统领域的奥斯卡 好 那我们去年很荣幸 就是有发表成果 这是洛西武教授带领的团队 那有中文大学 也有成功大学 成功大学团队 那有这个 也有这个 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中文院 那也有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 然后呢 我们就共同发表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研究 真正的城市码 大约是在 2019 2020 写完 那去年才发表 就是因为 发表顶级研讨会 真的是很辛苦 就是你要想一篇 被拒绝了五次 终于发表了 好 那但是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事 就是 因为我们 接着 也希望可以继续挑战 顶级研讨会 那我想挑战顶级研讨会 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 学术生涯怎样 我其实不在意这件事 但是 但是 这个是对我们 一个 学术单位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想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因为呢 能够在OSDI 发表的 的单位呢 其实都必须要做出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也就是说你的贡献要很显著 像我们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贡献就是在说 我们提出来 即便是这种老掉牙的spinlock 也有改进空间 然后 那在 OSDI来讲的话呢 业界跟学界大概是一半一半 或是6比4 这种比例 就是业界可能是6 或是5 然后学界呢 可能是4 或是接近一半 然后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过去我们在台湾的学术界 就是可能有一个小圈圈 或者说我们在某些领域 但是主要还是以学术单位 跟一部分的公司 但是不会像OSDI这样的 一半公司 就一半企业 一半是学界 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看领域 奠定整个资讯工业基础 而且它是直接可以转成钱的 就是yolo 你说可以转成钱吗? 没那么容易 但是它一定要找一个无人机 要找个什么东西 应用领域 然后再转成钱 但是做一种是直接 OSDI是这种研究 是直接决定的这个 东西的强度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我今天要跟你讲 就是希望你知道说 我就一跟你预告 我们接下来 会继续挑战顶会 然后 当然顶会这很艰辛的 如果说有同学呢 想要试试看的话呢 也跟我联络 那如果说你是大学一年级的 也可以 就是因为等你 等我们的论文发表 你可能已经 你已经可能读博士了 就是因为发表顶会 真的很花时间 也许你看到 如果你大学一年级 跟我们一起在做研究 等你做研究 然后到发表 可能就是硕士跟博士了 所以 你只有大学一年级是OK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博士的话 那你要想清楚 这个不是勉强的吧 这个你真的要想清楚 所以就是欢迎大学生 还有硕士生 如果说你希望去挑战这种顶会 那这个顶会很好用 就是像OSDI办到现在 30年 台湾只有哪几个单位有登上OSDI呢 有交通大学 中央研究院 中正大学 成功大学 对就只有4间单位 对没有听错 30年只有4间 所以你在驴表就超好写 就写个这个 就写个OSDI 但如果不是货就算了吧 好 那跟大家预告我们的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 就是我们题目有 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我们会想要 把这个 也是把老 就是也是来做老掉 老掉牙东西 好 我们在OSDI去年的论文是发表 是是发表论文是讲SpinDuck 好 那细节的话请你自己去看 好 然后 我们其实想法就是说 诶 这种SpinDuck 我们找到一些空间 可以去去去改进 对吧 然后那我们 接下来要挑战的东西 是系统误教 好 那系统误教呢 在UNIS来讲话 绝大多数的UNIS风格的 系统误教都是Synchronous 好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旦系统误教触发的时候呢 它从User Space 跳到Kernal Space 然后呢 就要等Kernal Space回应 那当然有些时候呢 我可以设定成暖blocking 但是中间Contest Switch 也是很大的成本 而且它中间会导致 那个TOB Flash的成本 也是不容小觑 而且在于 多核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好 所以我们的报告里面会提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我们把系统误教 原本是Synchronous的系统误教 转换成以Synchronous为主 那这个转变呢 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就是其实很多程式会不能跑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种 Program Model 来做调整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提出一个Program Model 就是它可以去善用现在CPU的性能 但是又可以达到一定的表现 那这边给大家做一个 给它一些数据做参考 你没有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什么 投这些都是太难投了 顶会都很花时间 但是要做啦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难就不做 纳税人给公布给国家 就是希望有些事就是很难做 那就是要用公立学校就有这种衣物去做 因为这件事很难 所以我们要花好几年去做 好 那这边来讲话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是一个性能的比较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紫色的地方 紫色的地方就是 刚才提到就是 本质上是Synchronous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 你看到这个 这什么是 这黄色 黄色的地方跟这个紫色相比 就可以 有没有 就显著的提升 而且随着CPU数量的提升 它就更大的增长 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叫什么 叫Scapacity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说 我们把这个也是老掉牙的东西 发现了里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然后这里面就需要很大量的实验 所以如果说你是大学生 欢迎来做 那我能给你东西很有限 就给你一些很特别的电脑 有几百盒的处理器 然后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机器 或是跑起来很大台 或是一台机器可能需要什么2万美元 这种机器 就是 当然不是送你了 我说 我们能够提供给你的这种设备 就是让你做这些研究 然后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做的东西是扎扎实实 就是 我们没有什么花俏的东西 但是扎扎实实实 就是克服这些真实实际的问题 那当然这里面 可能还有需要一些理论研究 像 你可以看我们去年那篇论文 其实它就跟网路TOP有关 所以我们在接着我们要挑战的题目 也是这样 那我们也希望这部分 就算论文没办法在鼎规发表的话 那我们也希望把相关的原始程式码 发布给各位做参照 好 好 那有同学问一些问题 哦 如果会落实太好啦 来来来来 你来 好 太好了 可以旁听啊 但是 就是要写作业啊 其实没那么容易冲到吧 我就是 我星期我也有课 好 你可以注意看我接下来会办一个说明会 好 就是 我们 我们会有那个实体跟线上的 好 那这个 线上应该不至于会冲突啊 因为线上的课是在 呃 线上课是在星期五晚上 好 应该不至于会冲突到 然后你 你冲到应该是那个实体课 好 好 大概是 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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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知道大家做什么了哈 所以呢就是 这样 我们就等你 一起来开发这个砖 好 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强度的 好 而且就是 呃 不管你是为了兴趣 不管你是为了要翻身 不管你是为了要增广见闻 好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好 然后 那 呃 请你而不要只是跟我索取 好 索取程式码什么之类 好 因为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慢慢放出来 好 你应该告诉我说你看了什么东西 或者你会了什么 或者你准备做什么这样 好 不要只是跟我索取什么之类的 好 因为光回复这种心就回复不完 好 好 而且我也希望说知道说 嗯 假设我给你一本 呃书 好像我正在写的书的草稿 好 我想知道你读到哪里 好 你哪一段看不懂 好 因为我的书出版的时候是希望 各位可以作为我的读者 好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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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